快看,女人刚进房,就看到两个小农宝出现在自己的房间里。 你们是谁? 漂亮姐姐,我叫萧玲啊,这是我的哥哥,叫萧贱。 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和哥哥刚准备入睡,就看到房间里出现一扇门,我们便走了进来,然后就看到漂亮姐姐。 姐姐,你这里好漂亮,是什么地方啊? 你们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 我们看到眼前出现一扇门,进入后就到了这里了。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说谎的孩子被狼吃,所以哦,小孩子是不可以说谎的。 漂亮姐姐,萧儿没有说谎。 妹妹没有说谎,我们真是从那扇门来到这里的。 那你们告诉姐姐,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我知道,姐姐,我们来自秋水城的荣王府。 秋水城,荣王府,这两个名词我从来没听说过,荣王府所处什么朝代。 姐姐,我们都是大齐国的子民,我们的舅舅是大齐国的荣王殿下。 虽然萧贱说得极其认真,可听在乃四儿中只能说这孩子在吹牛,再说两个孩子身上都穿着紧断华服,一看就绝非凡品,只是脸上却脏兮兮的,缓有他俩的身材,瘦的皮包骨,像是长期营养不良导致。 你们的舅舅平日里不给你们饭吃吗? 谈起吃饭,萧莲儿双眼泛红。 漂亮姐姐,铃儿好饿,铃儿今天只吃了几个叶子。 漂亮姐姐,我们大齐国大半城池已经连续两年没有下雨,如今已经饿死了好多人,我们吃的叶子还是我舅舅的部下冒险上山摘回来的,也只有妈妈一点点。 你们乖乖在这里等着,我弄些吃的来。 不一会儿,奶丝就做好了小米粥,二人吃的津鲜乐道时还不忘道谢。 谢谢漂亮姐姐,谢谢漂亮姐姐。 奶丝就这样看着二小只把小米粥吃光。 既然你们说是从衣扇门来到姐姐这里的,那么该如何离开呢? 萧莲儿指着窗户的位置。 姐姐你看,那里有一扇和我们来时同样的大门。 奶丝顺着萧莲儿手指的方向看去,甚至还使着揉了几下眼睛,可根本看不到有什么大门。 你又说谎。 灵儿没有说谎。 为了证实自己说的都是真话,萧莲儿拉着萧剑委屈地迈着小短腿走到窗前,眨眼间就消失了踪影。 就在她不知所措之际,两个小家伙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她面前。 姐姐,这下你总该相信灵儿和哥哥没有说谎了吧? 嗯嗯,可是你俩实在是太脏了,姐姐带你们去洗澡。 姐姐,我们真的可以洗澡吗? 姐姐,我们已经两年没有洗澡了,身上脏得很。 奶丝有些瞠目结舌。 两年得有多脏啊。 于是麻利地带两孩子去了浴室,又独自下楼去超市童装专区取来两套新衣服。 两个小家伙吃饱喝足,又舒舒服服洗了热水澡。 此刻可以说是神清气爽,虽然这里很舒服,不过他们却没有忘记要离开。 姐姐,我们该回去了,以免舅舅和外祖母担心。 姐姐,我们明日还能来这里找你吗? 可以,当然可以,你们随时都可以过来。 在孩子们临走前,奶丝又立刻下楼取了几袋粮食和干净的矿泉水。 这些给你们带回去吃。 哇,谢谢漂亮姐姐。 谢谢漂亮姐姐。 花落两个小家伙就带着粮食再次消失在奶丝面前,然后两人从王府房间这边刚冒头。 你们两个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这声音虽然透着嘶嘶沙哑,却不失威严。 舅舅,我和哥哥去看漂亮姐姐,你看,这是漂亮姐姐送给我们的。 姚沐寒仔细打量着两个小家伙,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很是怪异,而且人也变得干干净净。 肖剑你来说,这些东西到底是哪里来的? 舅舅,我们这些吃的都是漂亮姐姐给的。 舅舅,姐姐是灵儿见过最漂亮的女子。 妹妹说的没错,漂亮姐姐眼睛大大的,好像会说话。 你们口中的漂亮姐姐住在什么地方? 萧妮指着柜子前方今日突然出现的大门。 舅舅,我和哥哥就是从那个门进去,就见到了漂亮姐姐。 姚沐寒进来房间寻找线索已经有一块,哪有什么门? 灵儿,舅舅曾经说过,做错事情可以改,但不能说谎。 小姑娘委屈的眼泪都出来了。 舅舅,灵儿没有说谎,不信你问哥哥,我们真是从那扇门进入,就看到漂亮姐姐的。 妹妹没有说谎。 那里分明是柜子,哪有什么大门。 萧灵儿拉住萧剑的手,两人迈着小短腿跑到那扇门前。 舅舅,你看好了。 就在姚沐寒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两个小家伙的身影就突然消失不见了。 奶思正对着两个小家伙说有门的地方发呆,忽然就看见两道小身影再次出现。 姐姐,我们是为了证明给舅舅看,房间里的确有一扇门可以来你这里。 萧灵儿跟奶思解释了一句,就拉着萧剑再次钻进了门中。 两个小家伙再次回到自己房间,彻底干姚沐寒惊呆了。 此时已经容不得她再有什么质疑,萧儿说的那扇门真实存在。 舅舅,这是漂亮姐姐送的,名字叫做饼干,以吃一些。 舅舅喝水。 喝水对于三人来说,是多么奢侈的事情。 秋水城,也就是它的封地,包括周边多座城池,已经两年多地雨未落。 沉思一瞬,她似乎想到了什么。 凌儿,剑儿,你们带着舅舅去见漂亮姐姐可好。 两个小家伙自然是愿意,一左一右扯住她的手,朝着那扇门走去,眼看着两个小家伙的身影再次消失。 姚沐寒却仍旧站在原地,她已经清楚地意识到,那个地方自己去不了。 萧灵儿和萧剑再次出现在奶思的面前。 你们两个怎么又回来了,你们的家人不会担心吗? 姐姐,我舅舅已经知道我们可以来你这里,刚刚就是她想跟着一起过来,结果没有成功。 你们舅舅找我有事。 姐姐,我现在就回去问问,我可以帮你和舅舅传话。 萧灵儿回到自己的房间。 舅舅,漂亮姐姐问你找她有什么事情。 你告诉那位姑娘,如果可以的话,舅舅想在她那里购买食物和水。 灵儿带着舅舅的话,再次出现在奶思的面前复述了一遍。 他们生活的地方已经两年多没有下雨,还饿死了很多人,他们想从我这里买食物我能理解。 但是我们生活不是同一个时代,货币不流通怎么做交易啊。 不对,古代的货币到了我这里,可就是古董啊。 告诉你舅舅,这个生意我可以做。 萧灵儿将这个消息告诉姚沐寒,姚沐寒文言心中大喜。 若是再搞不到食物和水源秋水城的所有人都得去阎王爷报到了。 只是他早已拿出全部家财去其他城池购买粮食不及百姓,如今就是一个穷光蛋而已。 人家姑娘给两个孩子的食物和水,一看就很高级,而且价格不菲的样子。 拿不出钱财,可愁坏了姚沐寒。 过了好一会两个小家伙才又出现在奶思面前。 姐姐,我舅舅让我问一问,粮食和水的价格? 古代与现代货币不流通,这要如何报价?既然他们那儿闹饥谎,能就和几条人命也是好的。 你们在这里等一下,姐姐马上就回来。 奶思乘坐电梯直达一楼的仓储超市,找来一辆运货的推车,直接从库房搬运大米、白面、小米、玉米面个二十袋,之后又装了几十桶五升的矿泉水。 当奶思拉着运货车回到房间,两个小家伙都惊呆了。 姐姐,这些粮食和水都是可以卖给舅舅的吗? 你们先将这些粮食带给你舅舅,告诉他,价钱方面看着给舅舅,还有你们拉着车一起回去,下次过来的时候记得还给姐姐就好。 两人向奶思道谢后,舅舅那辆装满粮食和水的推车瞬间就消失在原地,看着车上堆放满满的粮食和水,姚沐寒眼睛都直了。 快看,两个小萌宝从现代带回两大车粮食,他们家长都惊呆了。 建儿,咱们还没有付银子,那位姑娘就让你带粮食回来了。 舅舅,姐姐说了,这些粮食的价格你看着给。 看着给,这三个字把姚沐寒整不会了。 这些粮食和水放在如今的秋水城来讲,都是价值不菲的。 就在这时,乌太妃忽然从外面进来看到两个小家伙。 你们两个到底跑去了哪里,外祖母都担心死了。 外祖母,我们没事。 乌太妃这时也注意到了那两辆装满粮食和水的推车。 沐寒,这些事。 姚沐寒将两个小家伙能够在房间里看到一扇门,那扇门可以通往另一个地方。 他们又遇到了那位姑娘的事情简单和乌太妃讲述了一遍。 沐寒,这么多的物资肯定需要花费大量的银钱吧? 现在咱们荣王府已经没剩下什么能变卖的值钱物件了。 你到底是用什么才换来了这些东西? 提到这件事,姚沐寒也不经皱起眉头。 母妃,那位姑娘心地善良,哈让杰尔先把粮食运回来应急。 至于价格方面则说随意给就行。 如今的粮食和水源可以说是无价之宝,咱们总不能亏待人家吧? 母妃那里还有几样不值钱的首饰,先拿来应应急。 华洛乌太妃就吩咐下人回自己院子将那些首饰取来。 等待的时候,她又教两个小家伙如何与奶丝沟通和解释。 有这么多事需要商量,不知那姑娘是否识字。 秦儿现在就去问姐姐。 说完瘦小的身影就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 灵娅,粮食送到你舅舅手里没? 姐姐,我舅舅和祖母看到粮食都很开心。 我过来试问姐姐是否识字的。 我一个大学生,自然是识字的,可大齐国毕竟是历史上从没听说过的朝代,万一字体没有被记载。 那写信也是鸡肋。 灵娅,你在这里等姐姐一下。 奶丝就直接乘坐电梯去了商场,拿了一支录音笔折回。 你好,我叫奶丝。 大概生活在你那个时代的一千多年以后,我可以提供一些生活上的物资给予帮助。 至于报酬,毕竟我们生活的不是一个时代,货币无法相互流通,可以的话,就用一些物件来换取即可。 录音完毕,奶丝拿着录音笔教萧琳儿如何使用,直到萧琳儿可以熟练地掌握录音笔使用方法才让她离开。 灵娅,那位姑娘可识字。 外祖母,这里面可以听到姐姐讲话。 别胡说,我们连那位姑娘的面都没见到,怎么可能听到她讲话。 萧琳儿被呵斥了很委屈,她扁扁着小嘴按动录音笔的放音开关。 你好,我叫奶丝,大概生活在你那个时代的千年以后。 柔软且清甜的声音忽然回荡在房间中。 穆涵,这姑娘说,她生活在千年以后,会是真的吗? 母妃,儿臣觉得不无可能。 您看这个可以播放声音的东西,还有件和灵儿穿的衣服,都是咱们从未见过的。 如果不是这样,要如何解释这些? 的确如此,我愿意相信这个叫奶丝的姑娘。 穆涵,既然灵儿会使用这个小东西,不如你也把自己想说的话录进去,让两个孩子带给奶丝姑娘。 姚穆涵沉思了一瞬,才让萧琳儿将录音功能打开。 乃思姑娘你好,本王叫姚穆涵,生活在距离你千年以前的大齐国。 秋水城是本王的封地,有百姓十余万人之多,因连年干旱,导致庄稼颗粒无收,百姓们饿死可死了两万多人。 得知姑娘可为秋水城提供粮食和水源,本王代替秋水城的百姓感谢姑娘的大恩大哥。 在本王看来,姑娘提供的粮食和水源称得上万金难求,只是…… 说到这里,姚穆涵有些说不下去了,他堂堂一个王爷,居然要和小姑娘哭穷, 穆太妃完全能够体会儿子的难处。 他夺过姚穆涵手中的录音笔,继续说了起来, 姑娘你好,我是荣王的母妃穆太妃。 哀家手中如今只有几件不值钱的首饰,先让两个孩子带给姑娘。 如果姑娘愿意继续帮助秋水城百姓脱困,哀家再次保证, 只要王府财力稍有缓和,就立刻奉上金银给姑娘。 过了一会,两个小家伙又齐齐来到乃思的近前。 姐姐,这里面有我舅舅和外祖母说的话,你快听一听。 乃思接过录音笔。 乃思姑娘你好,本王叫姚穆涵,生活在距离你千年以前的大气国。 这边听完,萧莉儿就递过来一个绸布包裹,包裹在乃思的手上,有些沉甸甸的。 它们那么困难我原本不想收,但是没有办法,我们之间各自有各自困难,也是各取所需罢了。 你们先喝些牛奶,在这里等姐姐回来。 她再次去了一楼的仓储超市,和刚刚送出去的规格一样,又装了满满四车的粮食和水回来。 若是能够借此机会解除自己超市倒闭的危机,那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乌太妃,荣王,刚刚的消息我有仔细听。 对于你们的处境,我深感同情,粮食和水源我会继续提供给你们,至于报酬方面。 不一定非要金银银,你们平日里用的花瓶百件,字画或者一些碗碟,四季等物均可与我进行交换。 乌思将录音笔交给萧灵,让梁小植带着物资回去。 不一定非要金银银,这姑娘还真是奇怪,不要金银,竟然要一些不值钱的物件。 姚穆涵也同样百思不得其解。 不会是乌思姑娘可怜咱们,才象征性的索要这些吧。 如果真是这样,咱们要如何报答才是。 不管如何,乌思姑娘想要那些东西,咱们王府内的就都给她,待日后度过危机,再想办法补偿她就是。 穆涵说得对,稍后就派人将王府内的花瓶百件等物搬来这里,让灵儿和剑儿给乌思姑娘送过去。 乌思姑娘那里是否已经入夜? 姐姐那里也是黑夜,我看了看月色,应该和咱们这里是一样的。 既然如此,今日就不要再打扰乌思姑娘休息,东西准备好,明早再送即可。 若是有机会,哀家真想见一见这姑娘,想必一定和咱们大齐国的女子不同。 母妃,乌思姑娘那个地方除了剑儿和灵儿以外,咱们都无法踏脱,恐怕这辈子都没有见面的机会。 哀家也只是想想,是否能见到乌思姑娘,随缘吧。 时候已经不早了,儿臣这就命人送您回去休息。 时候不早是一方面,姚沐寒打算带人安排明早的诗粥,眼前的粮食,数量虽多,可秋水城的百姓人数更多。 这些粮食放出去恐怕也只是杯水车薪,另一边的乌思仍旧坐在床上等待,等到了凌晨三点,依然不见两个小家伙,最终渐渐睡了过去。 第二天醒来便打算带着梁小芝送来的银制首饰去古董市场碰碰运气。 古董市场规模很大,一整条街的门市都在做古董生意,也许是她来得太早的缘故,整条街上都没有什么人,刚走出去没几步。 乌思学妹,是你吗? 韩雪学长。 真的是乌思学妹,你怎么来古董一条街了? 能在这种陌生的地方遇到熟人,对于乃思来说是好事。 学长,我家里有几件古董,想拿到这里问问价格。 韩雪知道乃思家的背景,父母经营本是最大的商贸场,家里条件相当优越,他只以为是乃思家刚得到了什么古董,来这里也只是想单纯的做下估价。 如果学妹信得过的话,不如去我家铺子里,让我伯父帮忙看一看。 好,那就麻烦学长了。 在这里有个熟人隐着,总比他乱走要好,两人走进了铺子内。 韩旭,你快来看看,这位四董事长就是咱们是最大商贸场的老板,前几天和妻子一同发生车祸去了,她的商贸场如今负债累累,若是再还不上银行贷款,就要被回收了。 学妹,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韩旭看着眼前这个娇柔可怜的姑娘,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强烈的保护欲望。 其实在读书时期,她就喜欢上了这个姑娘,如今她却有一种要替她扛起一切的冲动。 快看,两个古代小萌宝正一车一车地从古代往现代运送古董瓷器。 学妹,你先在这里稍等。 伯父,这是我的一位学妹,有几样古董请您帮忙见你一下。 伯父,您好。 小姑娘做,正好我今日有空,就帮你看看。 乃斯并没有将乌太妃给的首饰全部拿出来,送到韩伯父面前的只有一根银簪和一枚戒指。 伯父,乃斯是我高中时候最爱好的学妹,你一定帮帮忙。 韩伯父没有理会含蓄,仔细查看起乃斯带来的首饰,只是没想到让他越看越心惊,随即拿起手机拨通了电话。 郑老,你现在有没有时间,立刻来我铺子里一趟。 老韩,什么事这么着急,你来了再细说。 好吧,十分钟到。 就在三人着急等待的过程中,另一边。 乃斯姑娘,本王已将王府内所有的花瓶摆件和一些字画给你运送过去。 如果姑娘还有其他需求,尽管和本王提,只要本王可以做到的,定然义不容辞,但本王还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姑娘能否再多弄一些水源过来,我秋水城的百姓数目众多,昨日那些水对百姓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乃斯姑娘,本王在这里替秋水城的百姓感谢你的大恩大德。 乃斯姑娘,还没回来吗? 还没回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姐姐。 舅舅,你来尝尝这个,是姐姐留给我们的点心,又甜又软的。 姚沐寒一大早就安排人失周,忙活了这么久,早已鸡肠碌碌,他拿起面包咬了一口,就一口,就让他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吃过最美味的点心。 无论口感还是味道都是顶级的存在。 这千年以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乃斯姑娘又是个怎样的人了? 乃斯刚喝一口茶,忽然就打个喷嚏。 怎么,是不是着凉了? 没事,我很好。 韩旭很想关心一下乃斯目前的状况,而乃斯一心只想问古董的价格,根本没心思和韩旭闲聊,幸好正老来的还算速度。 老韩,有什么好宝贝,快给我看看。 就是这两个,你先看看。 呦呦,老韩,这竟然是大齐国的物件,你在哪儿得来的? 得到正老的确认,韩伯父简直心花怒放。 韩伯父,我想知道,这两件首饰值多少钱? 他刚刚只是研究银饰的朝代,对价格完全没有考虑。 正老,你比我经验丰富,你看看这两件银饰能值什么价钱? 按道理,大齐国存在历史1500年前,那里的物件应该与平行历史国家的物件价格相差无几。 当然我这样说只是普通的朝代古董的定价方式,可大齐国的物件首次问世,这个价值可就不好估量了。 的确是这个道理,大齐国的物件自然不能与其他朝代的古董价格相提并温,是高尚一点也无可厚非。 岂止是高尚异性,在我看来,若是能拿到这物件,必须要举办一次拍卖会,加高者得才是。 正老到铺子的时候,就着急去查看韩伯父口中的宝贝,并没有注意这两件首饰的主人是奶丝,为此他在姑娘价值的时候没有丝毫隐瞒。 正老,这位姑娘是含蓄的学妹,那两件首饰是她的? 你个老韩,咋不早说,这下价格都漏底了,呵呵,呵呵,小姑娘,你别听我那样说,就认为你这东西是无价之宝,银是在古董界是最不值钱的物件,尽管出自大齐国,恐怕也卖不出太高的价格。 呵呵,若是没有听到高当那些话,我或许会相信,现在嘛。 韩旭在一旁尴尬得要命,本想帮奶撕一把,好拉近二人的关系,不曾想两个老财迷竟然拆台,韩旭当即拉着韩伯父到了铺子外面。 你小子做什么,拉拉扯扯的? 伯父,明着和你说,百思学妹是我暗恋好几年的人,你可不能因为利就故意欺骗一个不懂行的小姑娘。 你小子想啥呢?你伯父会是这种欺骗小姑娘的人? 没欺骗过小姑娘,还不是因为没有小姑娘找你做生意? 这话绝对是一根见血,古董市场的水深着呢? 哎,你小子放心好了,但是古董市场什么东西价格最低,你也应该清楚,伯父也不能做亏本买买不是? 谢谢伯父。 二人重新回到铺子里,韩伯父又拉着郑老出了铺子商案价格。 一会儿后几人重新回到桌前。 这种品质的银簪,若不是出自大棋国,顶多也就一万元,借至六千元。 但这两个物件出自历史无从考察的大棋国,不但有收藏价值,更是有研究价值。 我和郑老初步估价,这两件首饰可以在基础上翻一倍。 乃斯伯父说的价格非常合理。 没想到比预期的还要高出不少。 他思考了一下,便再次取出剩余的首饰放在桌面上。 韩伯父,您再帮忙看看,这些首饰一起,收购价是多少? 丫头,你是说,这些古董也一起出售。 韩伯父,如果价格合理的话,我就会将这些物件全部出售。 最终经过两位老人家的仔细衡量,直接出了十万元整价格。 既然如此,那就钱获两清吧。 韩伯父见小丫头这么痛快,立刻要了乃斯的银行卡号转账。 乃斯收了钱,便迫不及待回商场。 他知道梁小芝肯定回来找自己,刚一推开门。 天啊,这也太多了。 姐姐,你去哪里了?我和哥哥来了许多次都没见到你。 姐姐出门办事了,就知道你俩会着急,我就不紧早回来了,这些都是你舅舅给我的。 是的,姐姐,不够你就和我说,我回去和舅舅说。 乃斯觉得这人王殿下也太实在了,想必将整个王府都搬空了。 姐姐,舅舅有话和你说。 乃斯接过录音笔。 不知姑娘能否再多弄一些水源过来,我秋水城的百姓数目众多,昨日那些水对百姓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他听得出姚沐寒对他的态度十分客气,完全没有高高在上的感觉,就冲他一个王也能如此放下身段。 乃斯对姚沐寒的印象无形中又加了几分,对他提出来的要求也愿意满足。 只是这水源问题该如何解决?商场里的桶装水不少,但是对于一城百姓是远远不够的。 现在超市负债也不能贸然去订购大样的水。 注意看,两个古代小萌宝居然从现代拉着水管回到古代,乃斯玛丽的将水管接在水龙头上,另一头交给两小只,而乃斯拿起录音笔。 姚沐寒,我们这个时代,人们都是用的自来水,具体的就不解释太多,总之你知道自来水是可以自动出水,且可以无限供应即可。 说完就把录音笔交给了萧灵。 萧贱,这管子带回去以后,你就立刻回来,姐姐要了解具体情况后,才知道下一步如何做。 姐姐,贱儿都听你的。 看着两小只身影消失,乃斯站在原地没动,眼睛紧紧盯着地上的水管,剩下的部分变得越来越少,乃斯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以这样趋势,水管可能会随着两小只一同消失,看来这个方法并不现实。 就在乃斯已经彻底失望的时候,水管突然不动了,而出现在自己房间里的两小只正好被乌胎妃遇见。 贱儿,你手中的是何物? 外祖母,贱儿觉得这个东西里面可能会出水。 祖孙几人沟通的时候,乃斯见两小只迟迟没有回来,有些着急知道结果的他,直接打开了水龙头。 然而萧剑手中的水管正一点点向外冒水,把三人都吓了一跳,连忙退了几步。 外祖母,贱儿猜对了,这管子能出水。 来人,速速送几口大水缸过来。 没用多少时间,乌太妃就将下人们送来的全部大水缸都灌满水,还把王府内一切能接水的过碗瓢盆都灌满。 可管子里的水依旧源源不断地向外面,乌太妃都心弹坏了。 速速去请王爷回来。 姚穆涵一进院子,就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穆涵,乃斯姑娘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给我们带来了水缘,你快想想办法,总不能就这样糟蹋了水缘。 姚穆涵思索一番,最终他的目光落在院子里的一口枯井上。 他走到萧剑面前接过水管,随即塞到了井口里。 穆涵这是何意,这口井已经枯了两年,水进去跟石沉大海有什么区别? 母妃这是王府内最后一口干枯的水井,如果儿臣猜测不错的话,这口井应该与城内的河流相连。 你的意思是,若是这水源不断地流下去,早晚会流淌到河道里,那样城里的百姓也能有水可用,还不会让人觉得奇怪。 是的,只要这水源不断,儿子就能保证,不出几日,河道里就会有水。 即便没有那么多水源,能填满这口水井也是一桩幸事。 解决完浪费水源的事情好,几人回到房间商讨这水的来源。 灵儿,乃斯姑娘有什么话带给舅舅? 销聊马里地打开录音笔。 姚穆罕,总之你知道自来水是可以自动出水,且可以无限供应即可。 穆罕,母妃还真是有些羡慕灵儿和健儿了。 母妃应该是对乃斯姑娘生活的时代充满好奇吧? 是啊,母妃活了大半辈子,虽说一直生活在宫里,吃的用的都是最好的,现在想想好像都不如乃斯姑娘那里的东西好。 的确如此,乃斯姑娘给我们的都是极品,今日诗周那些百姓都说这米非常香甜,能被几万人认可的东西,必然是好的。 还有那个黄色的玉米面,听乃斯姑娘说是一种产量极高的粮食,而且饱腹感很强。 若是秋水城这次熬过了旱灾,我就计划将这粮食引进,想必百姓日后的日子会好过很多。 穆太妃心里对乃斯也是越来越喜欢,若是自己儿子能娶了这样的女子为妻,那该多幸运啊。 姚沐寒不知道自家母亲的小心思,再次拿起录音笔给乃斯留言。 乃斯姑娘,本王对您给予的帮助感激不尽,只是不知这水源可以维持多久,希望姑娘详细告知。 另一边乃斯看到水管顺利送水,自然也是高兴的,她的这一举动可以救活无数人的性命。 忽然梁小芝再次出现。 乃斯接过录音笔,播放姚沐寒说的内容,然后又快速回话。 姚沐寒,能帮到你那里受灾的百姓,我感到很荣幸,不用跟我客浅, 水源可以无线供应,只要你那里不喊停,就可以一直这样通过水管流过去。 至于粮食,我这里还有,稍后就安排铃儿和剑儿带过去, 还有你给我的花瓶百件字画已经很多了,短期内根本用不完,暂时就不用再送了。 华洛乃斯将录音笔交给萧莲,送梁小芝离开后,乃斯去了一楼的超市帮姚沐寒准备粮食, 这次他足足准备了5000斤的大米和小米。 按照粮食成本计算,这5000斤大米和小米,价值应该在15000元左右,那还是我赚了,谢谢。 不仅是粮食,他这次还专门去超市购物区拿了不少好东西,都是古代未曾见过的新鲜玩意。 注意看,一个古代王爷竟然通过手机给现代女人发信息。 不用跟我客气,水源可以无限供应,至于粮食,我这里还有,稍后就安排绫儿和健儿带过去。 感谢苍天,让我们遇到如此善良的乃斯姑娘,让荣王府和秋水城的百姓看到生的希望。 杨沐寒在心中默默想着希望以后会有机会报答乃斯姑娘。 听绫儿和健儿说,乃斯姑娘是一个人生活,想必一日三餐都要靠自己,挨家亲手给她下碗面去, 让她尝尝挨家的神医。 梁小芝再次出现在乃斯这边,肖剑手里端着个大大的托盘,托盘上是一碗热腾腾的龙须面。 姐姐,我外祖母说姐姐一个人生活,身边肯定没人照顾,这是她老人家特意为你煮的面。 乃斯看到龙须面眼睛瞬间就湿润了,自从父母去世已经好几天了,她再没有感受到什么温暖。 乃斯一边吃面一边默默擦眼泪。 姐姐,你怎么哭了? 灵儿看着好心疼。 姐姐不哭,姐姐吃面。 虽然这碗面不太好吃,除了盐的咸味什么都没有,但乌太妃归为太妃能亲自下厨,可见其用心良苦。 乃斯一点不嫌弃,还吃得暖洋洋的,三下厨以二就把一整碗面缩完了。 你们外祖母的面很好吃,姐姐哭只是想起了自己的父母了。 姐姐,你的父母呢,为什么没和你一起生活? 他们已经离开了。 梁小芝不明白离开的意思,只以为姐姐的父母出远门了。 姐姐,灵儿也想爹娘,可惜灵儿连爹娘的样子都不记得了。 你们的爹娘为何不在身边? 我和妹妹是孪生兄妹,我们的母亲是大齐国的三公主,爹爹是镇守边疆的威远大将军。 听外祖母说,我们刚出生不久嘛,爹爹就战死沙场,母亲因为思念过度就去找父亲了。 听到这里,乃斯是越发心疼梁小芝。 以后你们可以经常来姐姐这里,把这里当成自己家,有什么需要也尽管和姐姐说。 姐姐,我和哥哥真的可以把这里当成家吗? 嗯,可以的,这里是唯一联系梁小芝的途径,不能落在别人手里。 这个商场我必须保住,不管是对爸妈的念想,还是想保护他们俩,我也是在必得。 当乌太妃再次看到出现在梁小芝房间中的梁氏时。 若是可以,哀家都想让你以身相许了。 正在搬运梁氏的姚沐韩听到这话,刚搬起的两袋大米子砸在自己的脚上,痛得他哇大叫。 母妃你在说什么呢,哪有这样的报答方式。 怎么,乃斯这样的好姑娘,是问大齐国哪家有,让你以身相许都便宜你小子了。 乌太妃拿起录音笔,想要跟乃斯说几句提起话。 乃斯姑娘,哀家知道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 只可惜咱们无缘相见。 乌尔沐韩是个好王爷,长得也极其标致。 姚沐韩听到乌太妃越说越离谱。 你看要不要相看一下。 母妃你跟人家说这些做什么? 怎么,哀家说的都是实话,乃斯姑娘为咱们做了那么多,难道不该让她多了解一些吗? 了解可以,你为何要说而成的私事? 咱们和乃斯姑娘刚认识,连人家长什么样子都不清楚,况且人家也从未说过自己的私事。 眼看着舅舅和外祖母争执起来。 外祖母?舅舅,漂亮姐姐也和秦儿说了私事了。 你快说说看。 今天姐姐吃面的时候哭了,姐姐和我们解释说她是想念自己父母了。 嗯哼,姐姐说她的父母都离开了。 听到此话,母子二人眼神都露出怜惜之色。 二人都始料未及,一个如此有能力的姑娘,背后竟然没有家庭的扶持。 莫名的,姚穆涵也想多了解乃斯姑娘的过往,而梁小只被乌太妃打发去多陪陪乃斯,他俩刚一冒头。 灵儿,健儿,这是姐姐给你们准备的吃食,你们带回去吃。 正好购物车里的大鲁鱼翻了个身,吓了梁小只一跳。 姐姐,鱼味很腥,一点也不好吃。 那你们那里不吃鱼吗? 旱灾以前,河里的鱼没有人吃,后来河水干了,人们没法生存就把这些鱼烤来冲击。 但是很多人吃了鱼肉以后,都反胃的不行,但不吃又不行,会饿死。 原来大祈国的人不懂鱼类的做法,可我带了这么多鱼和调味料,自己一个人又吃不完,该如何是好啊? 唉。 崩溃了,我现在崩溃了。 注意看,两个古代小萌宝竟然从现代带走了手机,还在古代刷起了动画片。 大祈国的人都不懂鱼类的做法,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来教他们。 你们两个等姐姐一下,姐姐去去就回。 奈斯交代了一声,便匆匆乘坐电梯去了楼下超市。 回来的时候,她手里拿了一个新手机和一个录制视频的手机支架,在萧灵儿和萧剑的注视下接着打开手机录制功能,镜头对准自己,逐一介绍购物车里的东西。 乌太妃,姚沐涵,我单独给你们准备了一些食材,现在我就将这些食材的使用方法讲解给你们听。 不一会儿,奈斯就将所有食材介绍完,她取下手机教会梁小枝如何使用手机,但他们学会了才让他们带着手机和满满一车食材离开。 梁小枝推车购物车出现在自己房间中,再次震惊到姚沐涵和乌太妃。 说话间萧剑已经点开了奶丝录制的视频,还把屏幕对准两位长辈,两人只见这个长方形的盒子里出现一个俏皮可爱的姑娘,手机里传出熟悉的声音。 乌太妃,姚沐涵,我单独给你们准备了一些食材。 梁儿,剑儿,这是奶丝姑娘吗? 外祖母,这就是漂亮姐姐,怎么样? 梁儿和哥哥说姐姐漂亮没有说谎吧? 姐姐本人比手机里看着还要更漂亮哦。 乌太妃激动地拉着姚沐涵。 沐涵,你快看看,这姑娘长得可真漂亮,一挨家看啊,放眼咱们整个大齐国,都没见过像奶丝姑娘这么漂亮的姑娘。 站在一旁的姚沐涵看上去一脸木呢,其实内心早已激动不已,脸颊也变得飞红起来,他不敢直视那个长方形盒子,更加不敢与盒子里的奶丝目光对视。 乌太妃见儿子如此冷漠,顿时有些不高兴。 沐涵,你小子眼光是不是太高了?若是奶丝姑娘这么漂亮的姑娘你都不喜欢,你这辈子恐怕都讨不到媳妇了。 儿臣没说不喜欢。 你的意思是,你也喜欢奶丝姑娘。 母妃,想什么呢?儿臣和奶丝姑娘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即便是喜欢也不可能走到一起。 是啊,挨家还真是糊涂了。 母妃,奶丝姑娘发来这个,目的是教咱们如何食用车里的东西。 儿臣对厨艺方面不行,还要母妃多多费心才是。 好,这些就交给母妃来学就好。 之后一家四口再次播放起奶丝录制的视频,认真学习了起来,穆太妃本身就对美食感兴趣。 看完视频就火速去了厨房准备起今晚的菜肴。 待菜肴做好,穆太妃又吩咐梁小芝去给奶丝送饭。 梁小芝一出现,就看到奶丝拿着手机对着自己舅舅送的碗碟拍摄。 姐姐,这种东西我们那里多的是,不用再拍给舅舅看吧。 嘿嘿,其实我是拍给韩旭看的,请她参考一下。 若是这些碗碟比饮食值钱一些,就和姚沐涵商量留下,那些花瓶摆件太多了,也不知道如何拿出去卖。 姐姐只是觉得这些碗碟很特别,拍几张存着罢了。 第二天醒来,奶丝就带着几样物件再次前去古董市场。 韩伯父的购乱,再次见到奶丝韩伯父不知热情了多少倍。 奶丝小姐,今天是不是又有好东西出售了? 奶丝将纸箱放在韩伯父的桌子上。 韩伯父,我今天带来了几个物品,还要麻烦您帮忙鉴定一下。 韩伯父接过纸箱,从纸箱拿出来四件物品,看到这些东西,韩伯父眼睛瞬间就亮了。 瓷器字画,可比饮食值钱太多了。 大概看了二十分钟,韩伯父激动站起身。 奶丝小姐,这些东西也是出自大吉国。 奶丝眼神躲避不知如何回答时含蓄开口了。 伯父,您若是料不准就请正老来帮忙看看,奶丝若是懂鉴定,也不会来找您了。 这话直接堵住了韩伯父的嘴。 老郑来活了,收到。 正老一到二人就抱着物件去了后院斟酌,一会儿梁老满脸激动的回来了。 奶丝姑娘,你这几样宝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就是大吉国的产物。 这都是家父生前的收藏,我也觉得应该是好东西。 呵呵,奶丝小姐,不知你这几件古董可打算出手。 这几件古董,韩伯父打算出什么价格啊? 这两个花瓶保存十分完好,每个我可以出一百万,还有那个碗,材质倒是不错,只可惜碗底有一点点轻微的裂痕。 我出十万,至于这字画,我和正老都无法判断其作者是否名价,所以价格就不知道如何出合适。 大吉国的字画虽然名贵,可这个价值谁也无法估量,只能慢慢寻买价,由买价的出价来判断其价值。 嗯,韩伯父,就按照你说的价格成交。 哎呦,你妈。 好好好,韩伯父立刻给你转账。 支付宝到账二百一十万元。 那奶丝小姐,你这字画有什么打算? 韩伯父有什么好建议吗? 后天下午,有一场古董拍卖会,届时会有很多古董收藏家到场。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带着你的这张字画去竞拍。 拍到什么价格,就只能看运气了。 伯父,你真的愿意让出一个拍卖名额帮奶丝? 奶丝真的云里雾里的。 学长,什么名额? 古董拍卖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能够在拍卖会上出售几件古董,完全取决于鉴定师的等级。 我和韩老都是二级鉴定师,我们也只能在拍卖会上出售两件古董。 奶丝怎么也没想到韩伯父会为了自己这张字画,将如此珍贵的名额让出来一个。 韩伯父,如果字画拍卖成功,我愿意将拍卖的所得分给你一半。 不愧是大企业家养出来的孩子,行事作风就是大企,那就依你所说,另外拍卖场的扣点和费用不用你操心,都由我包了。 郑老在一旁可是算得坏了。 奶丝小姐,依可不要帮了老头子,我这里还有两个拍卖名额,要懂得抓住机会哦。 郑老,你也愿意把我在拍卖会出售字画? 卧槽。 呀,呀,呀头,别告诉我,你那还有字画? 不瞒正老,我那里还有几幅类似的字画,如果您愿意帮忙,就与韩伯父一样,分给您一半的收益。 可以,可以,老头子我也愿意将拍卖回名额让给奶丝小姐出售字画。 丫头,你这就不对了。 注意看,四个古诞人居然在刷美女跳舞。 丫头,你这就不对了,先不说其他,就你和韩旭这关系,手里有好东西怎么招也以韩伯父为先吧。 老韩,我可没抢你生意,能与奶丝小姐合作是我自己争取来的机会。 话不能这样说,奶丝小姐就是通过韩旭找到我的。 奶丝都无语了,两个老家伙就差打起来了。 韩伯父,郑老,你们别着急,我那里字画足够你们两个手里的拍卖名额。 什么?过来! 既然如此,我陪着奶丝一起回去取字画。 奶丝,你以后有什么困难警官和我说,我可以陪着你一同面对。 韩旭很想和奶丝表白,但知道还不是时候。 谢谢学主。 奶丝不排之舞的帮助和接触,追到心爱的姑娘看来有希望。 二人来到商贸大厦前面,原本空旷的广场,此时竟然围满了人。 奶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早上离开的时候,这里个人都没有。 回家的大门都被人围上了,奶丝走上前查看情况,韩旭连忙跟了上去,两人刚走出几步,那边一群人就看到了她。 你们看,这是斯董的女儿,斯董的女儿来了。 眨眼间奶丝就被一群人包围着,一个中年妇女上前就扯奶丝的手臂,韩旭本想上去帮忙。 谁知奶丝此时格外的镇定。 学长,全程录像,如果我受到任何伤害,就报警处理。 韩旭犹豫了一瞬间,还是听话站得稍远一些,拿手机对着奶丝的方向拍摄。 幸好那个妇人并没有进一步过机的行为。 你要做什么? 做什么?我们为商贸大厦做工作,三个月前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拿到,家里老人和孩子都等米下锅呢? 是啊,还我们去汉钱,还我们劳动所得。 还钱,还钱,还钱。 奶丝本能地想抽回手臂,那妇女立即加重拉她的力度。 怎么,欠钱不还是想跑路吗? 你放手,有事可以商量解决,再这样我就报警了。 我放手,你跑掉怎么办? 拖欠的工资我来想办法,不会让你们白白辛苦。 听到奶丝的话,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些过激,才放开了奶丝。 你们若是愿意相信我一次,就给我三天的时间筹集资金,反之你们把我堵在这里,我什么都做不了,如何筹钱给你们发工资? 奶丝双手钻拳,尽量不让自己表现出丝毫的怯懦,等待那些人的反应。 这是人群中走出来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这显然就是这次闹市的带头者。 奶丝小姐,我是超市的主管,我知道你的处境不好,可我们这些人都是需要养家糊口的。 突然失去了工作不说,还三个月没能拿到工资,请你也多多为我们着想,总要给我们一条生路。 我还是那句话,让我立即将工资给你们是不可能的,请给我三天的时间想办法。 既然如此,咱们就给奶丝小姐三天去想办法,我相信奶丝小姐不会对大家不管不顾的。 等到众人都散去后,奶丝那些人的工资要多少,我这两年存了一些,Cira不多,可以给你先拿来应应集。 谢谢学长,这件事我自己来想办法就好,如今我手里有那么多古董,卖完应该是够补弃银行贷款和员工的工资的。 而且先不说韩学长有没有这么多钱借给我,即便有我也不能要,这个人请我还不起。 韩旭见奶丝态度坚定,便不再提起,只要是奶丝有需要,让我赴他到火我也在所不惜。 学长,你先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去取字户。 不一会儿二人各自抱着一个纸箱回到唐伯父的古董部,这次带来的不仅是字画,还有许多花瓶百件。 再次震惊了韩伯父和郑老,就在二老对古董进行鉴定时。 杨小枝来到奶丝这里,他们找了一遍都没看到漂亮姐姐,但是在浴室的洗手台上看到了姐姐的手机,于是拿下来带回了古代。 原本想给外祖母和舅舅看看姐姐日常的照片,没想到让他们四人看到了奶丝被欺负的全过程。 肖剑和肖人边看边心疼大哭。 呜呜呜,舅舅,剑儿要跟你学习武功,保护漂亮姐姐。 莫名的,姚穆涵心里就是一阵纠痛,他恨不得立刻飞到奶丝身边将那些欺负他的人大谢八块。 岂有此理,这么多人竟如此欺负一个姑娘家。 穆涵,我相信奶丝姑娘不是故意拖欠工钱不给的,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母妃不知道咱们这里的金银能否帮他解决眼下情况。 你说的不无道理,可如今这种情况,我们要到哪里去帮奶丝姑娘弄金银之物? 若是能弄到秋水城的百姓就不会饿到吃草跟树皮度日的境地了。 儿臣打算今夜带人出城想办法。 出城? 母妃也应该知晓,秋水城汉宰以后,那几个弃百姓于不顾的官员离开的时候还悄悄顺走了封地公帐上的大量银钱。 如今有属下禀报,已经查到几人的藏身之所。 穆涵,你是打算? 即便不是为了帮奶丝姑娘脱困,儿臣也不打算放过那些不仁不义之辈,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早晚都要还回来。 曾经想追回那些银钱是为了找渠道买粮食,现如今他们镇计百姓的粮食已经可以从奶丝那里获得。 没必要再花天价购买粮食,但是能用这笔银钱帮助奶丝就足以。 想到这里。 好,今晚你尽管带人去办事,秋水城这里交给母妃即可。 Nice。 注意看,两个古代小萌宝把自家的桌椅板凳搬空了,送去现代给漂亮姐姐。 乃斯小姐这些古董已经完全可以确定,都是大齐国的产物,没想到斯董生前会有这么大的机缘,得到如此珍宝。 可是,可是如果不出所料的话,乃斯小姐这些古董也打算出手吧。 看见韩伯父叹气,乃斯心里有些七上八下。 是的,家里今日遇到些棘手的事情,所以才自带这么多。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虽然大齐国的古董珍贵。 但东西多了自然就没那么值钱。 另外,乃斯小姐今天带来的多数是花瓶百件,而且款式都大相径庭,这样的话想要卖出好价格就难了。 我们两个混迹古董界大半辈子,不会糊弄你一个小姑娘。 如果乃斯小姐真的要将这些花瓶百件一次性售出,我和韩老商量了一下,最多只能按照兼定价的七折出价。 七折,这样的话这些古董价格就要比预期上少很多了,恐怕根本不够支付那些员工的工资。 韩旭看到乃斯犯男。 伯父,乃斯是真的遇到了困难,您和郑老能不能想想办法。 离个臭小子,就知道胳膊肘往外拐。 乃斯小姐如果思董生前收藏有其他物件的话,价格可以重新考量。 乃斯脑筋急转,忽然想起姚沐寒给他拍的视频中有不少摆放的桌椅等物。 韩伯父,布置古代家具如何。 乃斯小姐你那里还有古董家具。 韩伯父,我那里的却有几件家具,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也是大气国产物。 此话一出含蓄比韩伯父还要惊喜。 不缺的就是古董家具,如果你那里有保存完好的宝贝,肯定能卖出你一项不到的价格。 靠,这小子怕是魂都被乃斯小姐勾走了,老底全给人家揭开了。 乃斯小姐不知道什么时候方便给伯父看看你手里的古董家具。 稍等一下,乃斯拿着手机就去了外面,他用软件将图片处理了一下,然后拿给韩伯父看。 这就是我爸爸收藏的椅子,还有这个圆桌和衣柜。 韩伯父和郑老接过手机查看起来。 而且从图片上看,这些家具保存得十分完好。 乃斯小姐如果这些家具鉴定后确定是大齐国的产物,我这里出的价格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乃斯不知道韩伯父口中的惊喜到底是多少,不过必然会比那些花瓶百件之前很多。 想到这里乃斯决定立刻回去找姚沐韩索要这些家具。 在离开之前,他和韩伯父正老友签署了三份帮忙拍卖字画的协议,同时拿到了那些古董花瓶和挽绝的款项。 一共1070万,回到商场刚打开门,就发现梁小芝都在,梁小芝也是激动跑向乃斯。 姐姐,灵儿和哥哥好担心你,舅舅和外祖母也挂念的不行。 姐姐,这是舅舅和外祖母对你说的话。 乃斯接过手机打开视频查看。 乃斯姑娘,本王知道你那里遇到了困难,虽然本王无法去你那里帮忙,但本王觉得,你的事情只需要银钱便可以解决。 今晚本王带人出城想办法,最多两日便可奉上金银帮姑娘脱困。 这两日姑娘务必照顾好自己,不要再被那些人伤到。 乃斯丫头,哀家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这么弱小的姑娘要一个人面对这些。 哎,如果你心里有什么委屈,尽管和哀家说说,这样总比在心里憋着要好。 因为乌太妃那一声丫头,让她彻底破防,今日受委屈到现在。 积蓄已久的眼泪终于夺筐而出,再次看到姐姐哭泣,梁小芝都吓猛了,萧琳递出她的小手帕。 姐姐不哭,舅舅说了,今晚就出去想办法筹钱,然后让凌儿和哥哥拿给姐姐。 被这么一个小孩子毁,乃斯有些难为情,她努力不让泪水再流下,同时想到姚沐寒要为了自己出城冒险,她立即拿起手机录制一段视频。 姚沐寒,谢谢你和乌太妃对我的关心,今天的事情已经想到解决办法,你不要为了我出城冒险。 积蓄之物在我们这里还不如照片里面的家具值钱,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用大量物资和你换取几件质地完好的家具,我看到你拍的照片,里面的家具正是我需要之物。 另一边姚沐寒和乌太妃等待梁小芝的消息也是等得如坐针毡,看到梁小芝身影出现,姚沐寒彻底失去以前的沉稳。 林儿,健儿,乃斯姑娘可有回来。 舅舅,这里有姐姐要和你说的话。 姚沐寒连忙打开视频。 积蓄之物,还不如你拍摄的那些家具值钱。 就在姚沐寒一头雾水之际,乌太妃已经有了动作。 来人,去挨家的房间,将除了床以外的家具都搬到这里来。 这次先把母妃房间的家具给乃斯姑娘送去,如果不够稍后再命人搬你院子的。 家具一到,姚沐寒就吩咐梁小芝开工。 梁小芝一人推着一车再次出现在乃斯这边。 乃斯看到如此之多的家具,为了感激姚沐寒和乌太妃,乌太妃拿起手机录像。 乌太妃,姚沐寒,我真心感谢你们送来的家具,以后有什么需要警官跟我说? 只要我这里危机解除,粮食完全可以供应到你们那里灾情结束。 花落乃斯又去准备了五车粮食和两车零食让梁小芝带回去。 二人刚走,乃斯的手机就响了。 乃斯,你那里是不是除了什么状况? 学长,我很好,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货运的车。 知道了,我现在就过去接你。 古代梁小芝给我送来一堆古董家具,让我狂转过一。 乃斯丫头,我们已经完全可以确定,这些家具都是黄花梨木之城,而且全部产自大齐国。 是啊,还真是让我们两个老家伙开眼了。 丫头你知道吗,就这一把黄花梨木椅子,就可以抵得上你今日带来那些花瓶的价值。 韩伯父,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看在含蓄的份儿上,韩伯父也不可能糊弄你。 韩伯父,这些古董家具你和正老可还收购。 韩伯父当即与正老对视一眼,两人显然都有些犯难。 丫头,我们就是做古董生意的,遇到好的宝物自然愿意收,只是只是。 我太难了。 韩伯父,只是什么? 你这些古董价值上瘾,我们两个老头子手里目前拿不出来这么多。 那韩伯父和正老,以你们现在的财力,可以收购几件? 我和正老凑一凑能有五千万。 哇哦,不错啊。 韩伯父,正老,我这里遇到了些棘手的事情,明天需要资金周转,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这些古董家具你们挑着收,剩下的我可以带回去。 听到奶思的话,韩伯父和正老一脸肉痛,他们做了大半辈子古董生意,好不容易遇到了极品物件,不能成功收购,心里怎么会舒服? 丫头,你看这样行不行? 这些古董家具我刚刚已经和正老研究了价格,全部价值九千八百万。 今日我们先打到你账户里五千万,剩余的你也别带回去,我们会写一份协议给你,三天时间内,将剩下的款项补及如何? 好,我答应韩伯父,已经和韩伯父交易几次了,韩伯父应该不会骗我,还有韩学长在,卖给韩伯父相对安全很多。 嗨嗨,省时省力就是我赚了。 嘿嘿,丫头不愧是大企业家的女儿,真大气。 说完韩伯父就给奶思赚账了五千万兵签订的协议。 奶思回到商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两个小家伙还在等她。 姐姐,你都不知道,今天外祖母和舅舅特别担心你,让我们一直等到你回来,看到安好才可以。 告诉太妃他们,姐姐这里很好,不用再替我担心。 姐姐,纳建儿和妹妹这就将你回来的消息告诉外祖母和舅舅去。 哎呀,把姚沐寒给忘记了,你们舅舅在王府吗? 舅舅听姐姐的,没有出城。 这下奶思总算是放心了。 古代王爷和现代学长同时爱上奶思,最终会花落水家。 第二天早晨奶思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你好,请问你说商贸大厦的负责人吗? 是,你是哪位? 我是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 昨晚发现商贸大厦水表有些不正常,有没有发现哪里出现漏税情况? 哎呀,我想着给姚沐寒那里无限供应自来水了,竟然忘了自来水是要走水表的。 但你觉得哪里不正常? 小姐是这样的,商贸大厦的自来水一定是漏点严重,现在已经欠费三万两千多元。 原来是催欠费的,奶思心里有底了,只要不强行萍水,一切都不是问题。 好的,我稍后就将签费补齐。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啊? 就这样,难道都不找我帮忙查一下漏点位置吗? 奶思算了一下,就直接交了三十万的水费。 这些钱差不多能供应姚沐寒那边二十天左右的用水。 这次他们带来姚沐寒早晨录制的视频。 奶思姑娘,秋水城的河道终于能见水源了,百姓能够活下来,全是你的功劳。 奶思看完心情是澎湃的,他也给姚沐寒录制一段视频,录好后梁小芝就带着手机回去了。 而奶思则是来到财务室打开电脑,计算一下员工的工资。 他拨通财务主管的电话,张主管你好,我是奶思。 奶思小姐啊,您终于打电话了,是不是需要我帮忙跑一下银行那边的业务? 是的,我刚刚打到工资里面一千百六十万,刚好够这些人的工资。 现在需要张主管帮忙处理一下,另外这次的事情不会让你免费跑一趟,到时候你多往自己的工资账户里打两千元。 好好好,奶思小姐您放心,我一定将事情办好。 另一边姚沐寒看到奶思的视频已经是晚上了,他独自上了房顶查看起来。 姚沐寒,不必感谢我,换作是别人,都不会见死不救的。 更何况你给我的那些家具和花瓶百件,帮了我很大忙,我也要真诚向你道谢。 就是这个笑容姚沐寒反反复复播放了不下几十遍,人家早已变得飞红,还时不时为出一名笑。 王爷这是遇到什么好事?怎么一直对这个方盒子傻笑? 我好像从未见过王爷笑,今天还是第一次。 买思新日那些员工还有为难你吗? 学长我很好,我已经安排财务主管办理了,估计不用多久那些员工就能拿到三个月的工资。 那就好,买思明天就是古董排卖会了,你要去吗? 好。 刚挂电话,又进来一个电话,买思看了一眼屏幕上的名字,她无奈地接听了起来。 买思对着空气方的白眼。 这个姑姑是个势利眼,爸妈生意好的时候,经常带着他两个儿子上门哭穷,祈求爸妈接计。 爸妈生意亏损的时候,他就躲得比兔子还快,生怕他们找上门跟自己借钱。 这会儿打电话来,肯定是收到消息,我给员工付了工资,以为我手上还有钱,我才不会上当。 我一个人在这里很好,谢谢你的关心。 买思不等对方回应就挂断了电话,还把对方号码拉黑。 第二天一早买思就跟着韩旭去了古董拍卖会对面的咖啡厅等韩伯父和郑老出来, 等了许久韩伯父和郑老两个老头儿带着满脸红光的走过来。 丫头今晚你必须得请伯父我和郑老好好吃上一顿。 哈哈哈哈,丫头快别愣着了,咱们上车说。 思丫头,伯父我今天就卖个关子,你来猜一猜,这次副字画拍出了多少钱? 是不是超过了一个亿? 怎么可能是一个亿,你太小瞧你父亲的收藏了。 那到底是多少? 哈哈哈哈,丫头,今天这次副字画,一共拍出了四亿两千万的天价。 什么,唐伯父,你说多少? 丫头,你唐伯父可没有骗你,今天的拍卖会,晚上会有新闻重播,到时候你就能看到,那字画是今天拍卖会上最抢手的存在。 那我拿一半,还银行贷款着着有余了,就连帮姚伯涵在购买半年所用的物资都足够。 韩伯父,正老你们今晚上想吃什么,我请客。 伯父刚才只是开玩笑,哪有让一个小姑娘请客的道理,今晚这顿饭由我来请。 不不不,还是我来请。 老郑,生意你抢我的就算了,怎么请客爷爷和我抢? 我赚钱了,请客有什么问题? 你挣钱了,难道我就没挣钱? 伯父,正老,请客的事情咱们稍后再商量,买次都在这等好几个小时了,你们是不是该先算算账? 好好好,我的两幅字画拍了正好两亿元,我现在就把一亿转过去。 嘿嘿,我那两幅拍了两亿两千万,转一亿千万过去。 支付宝到账,两亿一千万。 嘿嘿,商报大厦建银行的贷款总额两亿,算上利息也不过两亿千万,明天就去将贷款还清。 这样商报大厦就彻底成为我的个人资产了。 伯父,正老,乃斯还有一部分家具在铺子里没有结算,你们要不要现在结算? 若不是乃斯在场,韩伯父恨不得给韩旭来几巴掌,于是两老各自又给乃斯账上赚了两千四百万,乃斯一共收到四千八百万。 韩旭看到乃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乃斯,这些钱不够还贷款吗?差多少? 你小子好好开车,差多少你有钱帮忙? 学长,银行贷款的钱快凑齐了,应该问题不大。 韩伯父从乃斯的话语间一下发现了商机。 乃斯丫头下一步打算如何凑钱,是不是手里还有古董? 乃斯丫头若是手里还有大齐国的古董出售,就来找我和老韩。 咱们已经做过几次生意,相信你也了解我们的信誉。 韩伯父正老,我手上的确还有些古董想要出售。 丫头什么时候可以将那些古董送到铺子里? 我那里大概还有二十几个花瓶百件,你们可还收。 嘖嘖嘖,斯董这到底是收藏了多少古董吗? 买了这么多竟然还有二十几件。 丫头花瓶百件的价格你也清楚。 虽然你手里还有那么多,韩伯父也不再和你压价。 如果品质过关,咱们还按上次价格进行交易如何? 好,就按韩伯父说的。 既然如此,不如咱们现在就交易。 好,我现在就回去将那些古董运到铺子里。 乃斯,我去帮你。 好,那就麻烦学长了。 你看,乃斯用现代工具搬运了三十车粮食送到古代,吓坏了一群古代人。 乃斯和韩旭带着剩余二十多件大齐国的花瓶百件来到韩伯父的铺子里。 经过韩伯父和郑老的一番捣鼓鉴定,乃斯一下子又进账了三千万。 看到漂亮姐姐回来,原本坐着等待的梁小智蹭了一下起来,就跑到乃斯身边。 姐姐,你怎么出去一整天?凌儿好想你。 姐儿也好想姐姐。 姐姐今天有事要忙,所以才出去一整天。 乃斯一想到今天有大笔进账就来精神, 受不及待地拉来三十几车粮食让梁小智带回去。 这可再次吓坏另一边的杨沐涵和乌太妃了。 今天乃斯姑粮送过来的东西比以往多出来不是一星半点啊。 之前每次都是我自己单独卸货,可这次实在太多了,不叫点人帮忙不行了。 林凡,林峰进来。 侍卫林凡和林峰早知道这房间内有蹊跷, 但进来后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愣着干嘛,将这些粮食全部搬去片房。 是是,是的。 将所有粮食安排好后, 乌太妃经不住再次唏嘘。 乃斯姑粮这是准备了多久, 竟然一次弄来这么多粮食。 外祖母,姐姐说了, 未来几天都会送这么多粮食过来。 什么,每天都送这么多粮食。 姚沐涵文言,心里就是一阵纠痛, 他想象得出乃斯一个人搬那么多粮食是有多辛苦, 一定累坏了, 正是萧灵递出手机。 舅舅,姐姐有话说。 姚沐涵不及待打开视频, 视频中出现的不是乃斯本人, 而是大半仓库的粮食, 并且传出熟悉的声音。 乌太妃,姚沐涵, 这是我家超市的仓库, 理念粮食都是我父亲生前助农活动时候收购的。 紧接着他走到一辆姚沐涵和乌太妃都不认识的东西面前解释起来。 这是一种生产工具, 名字叫做叉车, 有了它, 我搬运粮食就不需要花什么力气。 这是乃斯特意解释给乌太妃和姚沐涵听的, 不然他们肯定会觉得自己运这么多粮食很辛苦。 看完视频乌太妃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穆涵, 你说乃斯姑娘那里是不是有神仙, 若不然为何这东西会如此神奇? 母妃你想一想, 乌斯姑娘生活在千年以后, 咱们还是不要小看了人类的智慧。 他这样一解释, 乌太妃似乎想通了一些。 看来是母妃多虑了, 现在好了乌斯姑娘用了什么叉车, 就能节省很多气力, 咱们也不用担心了。 杨穆涵点了点头, 并没有接话, 而是退到一边翻起来乌斯以前录制他本人的视频, 而这一切都落在乌太妃眼里。 这小子终于开窍了, 以前那么多姑娘上赶着在他面前找存在感, 这家伙就好像没看见一样, 现在好了儿子有了喜欢的姑娘, 可是我们和乌斯姑娘是两个世界的人, 儿子要如何才能成功报得美人归, 如果这辈子都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沟通, 姚穆涵起步是要打一辈子光棍, 可惜啊, 乌斯这么好的姑娘和我们生活在不同时代。 母妃儿臣只是对乌斯姑娘那里的环境比较好奇, 才多看了几遍视频而已。 你说是就是了, 看来等秋水城灾情过去了, 得快些找媒婆帮姚穆涵相看个合适的姑娘了。 第二天早上, 乌斯就去了银行将抵押在那里的手续赎回来, 经过两小时的忙碌, 乌斯如愿拿到了商贸大厦的抵押手续。 乌斯高高兴兴地回到商场顶楼, 梁小子也在, 还没等乌斯开口, 梁小只就迫不及待巴拉巴拉说话, 此刻整个秋水城都被甘露包裹着, 也包括距离秋水城五十里外的一处小村庄, 这里也有人居住, 但并不是原住民, 而是卷着秋水城攻障银两逃跑的那群官员以及他们的家眷们。 不知为何最近几日总是心虚不宁, 甚至有一种荣王会找到这里来的预感, 而且降雨却代表灾情即将结束, 原本以为荣王根本撑不了多久, 就会舍弃秋水城的百姓独自去逃难。 荣王竟然倾尽所有高将收购粮食, 供养百姓两年多, 只有荣王死了, 我们才能逃过一劫, 没想到老天爷都不愿意帮咱们, 干旱了那么久, 还是下起了大雨, 抄群, 你一向鬼脸子多, 可否有破解之法? 姐夫我来想想。 注意看, 一对夫妻扶老奶奶过马路被车撞飞, 个锦没有身亡还因此穿越到补带, 四千二人盯着床上双眼紧闭的男孩发呆, 老公, 虽然这孩子不是咱们亲生, 但是咱们毕竟占了人家父母的身体,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死, 怎么说, 这都是一条人命啊? 咱们出来扎道, 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又闹汗灾, 除了这几户, 周围都没有人家, 更别说找大夫了。 以我的经验看, 这孩子烧得至少有39度, 再这样下去, 还不得活活被烧死。 四超强沉思一瞬, 忽然想到什么? 老婆, 我记得奶丝小时候, 咱们带着她回老家的时候, 她半夜发起了高烧, 你就是找林居要了一些高度白酒, 以物理降温的方式帮她退烧的。 瞧我这记性, 老公, 不如你去你那便宜姐姐家走一趟。 提起那个便宜姐姐, 四超强一阵头疼, 可看到烧得昏迷不醒的男孩。 最终还是非去不可。 他刚出大门, 就看到乔振武披着斗笠走了过来。 超群, 这是要做什么去? 姐夫, 我正准备去你那里讨些白酒。 话没讲完就被乔振武拉着去了偏屋。 这个乔振武就是个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主, 今儿这么晚过来, 定是有求于我。 超强, 这是禅酒了? 不不不, 是犬子染了风寒, 已经高热一整天, 小弟担心烧酒了孩子性命不保, 便想到一个偏方, 用白酒擦拭手心和脚心可退热, 便想着找姐夫讨些白酒试试。 原来如此, 正好我那里还有一点白酒, 稍后我就命人给你送过来。 那就先谢过姐夫了, 姐夫深夜至此, 是有什么要事? 兄弟, 老天爷下雨了。 下雨难道不是好事吗? 下雨对天下苍生是好事, 可对于咱们来说, 是或是啊。 什么? 紧接着就将最近忧心的事情对四超强讲了一遍, 四超强恍然大悟。 你平日里最有主意, 眼下这件事你看要如何, 咱们才能躲过灾难。 我就知道, 这个便宜姐夫深夜到访肯定没好事, 果然又是来找我出主意, 只可惜我不是原身, 没有那么多歪点子。 但他也清楚, 一旦荣王腾出手在寻找他们, 他们全都得掉脑袋。 姐夫, 这件事非同小可, 不如你给小弟些时间考虑如何? 超强啊, 这件事你一定要想个好主意, 只要咱们能够成功躲过此劫, 姐夫定然不会亏了你。 四超强心中翻了个白眼, 跟你一起出来两年, 全是原主一家自给自足, 还不亏了我, 怕是等你脱困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甩了我们一家脱油瓶, 姐夫放心, 小弟一定以最快的时间想出解决之法。 好, 这件事就摆脱超强了。 同一时间, 荣王府的议事厅内, 姚沫涵正召集手下商讨事情。 那就如此安排, 有本王亲自带队, 不给任何一个人逃跑的机会, 将那群人全部请货, 事不宜迟, 立即出发。 外面依旧下着倾盆大雨, 姚沫涵带着一大队人出发。 四超强和罗淼淼帮思雨 用酒精试擦身体两边后, 思雨很快就退烧清醒过来, 只是还有点虚弱。 老公, 现在思雨已经醒了, 不如咱们就趁着今夜离开这里如何? 夫妻一拍即合, 打算连夜离开此地, 他们直奔秋水城的方向, 那里还有原主曾经居住的院子。 三人刚离开村庄不久, 四超强就感觉有些不对, 老婆, 前面好像有人, 这大晚上下着大雨在这种时候出行的, 要不是官府, 要不就是匪徒了。 其实不远处的姚沫涵等人早就锁定了另一边的一家三口, 就等他们自己慢慢靠近, 就在夫妻二人正想改变行驶方向时。 爹娘, 我在这里很是不舒服, 我要回家。 思雨突然的话语把夫妻二人惊出一身冷汗。 这孩子还真是, 若是咱们乃斯, 绝不会如此没有颜色。 姚沫涵那里正准备让手下动手, 就听到陌生妇人口中提到奶丝的名字。 林凡, 先等等。 他想继续打听这二人是否还会提到奶丝。 幸亏思雨的动静并没有惊动到那群人, 我们奶丝多有颜色, 那可是结合了咱们俩的优良基因。 咱们离开这么多天, 不知道奶丝那里能不能撑得住, 商场被银行回收就回收, 可别让孩子为难。 四超强只剩下一位的叹气, 他也很惦记奶丝, 只可惜夫妻二人都没能找到回去的方法, 忽然夫妻二人眼前就出现一抹黑色的身影。 你们认识奶丝? 姐姐, 姐姐, 你怎么还不更新视频啊? 我和哥哥, 舅舅, 外祖母都等着看呢。 灵儿乖, 灵儿想姐姐可是其他人不想啊。 唉, 爱每天都是我单方面的付出, 就好像一只舔狗, 俗话说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每天工作十几小时, 发出去一看啥也不是, 没动力啊, 啥时候才有人为我付出啊。 姐姐饿肚子很多天了。 姐姐, 姐姐不要伤心, 灵儿会一直支持你的, 那咱就不做视频了, 陪灵儿和哥哥玩。 好, 灵儿真乖, 我看最近视频又没啥人看了, 要是大家不喜欢不想看, 我也会放慢速度更新或者停更了, 起行起珍惜吧, 说实话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条视频让我吃得上一顿外卖, 这样的坚持都是纯纯的热爱, 再自先等那几个每天坚持来我视频打卡的粉丝说声抱歉, 或许哪一天要就饿死了不再更新了。 注意看, 现代美女的父母去世, 却在古代重生成奸人, 还被喜欢他们女儿的人逮个正兆。 你们认识奶丝? 好汉饶命, 一场天灾, 咱们这些百姓能够活命就已经不易, 身上真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 别打岔, 回答本王的话。 本王, 他是荣王, 我们一家三口中江还是躲不掉吗? 草民刚刚说的奶丝是我们的苦命女儿, 只可惜那孩子在几年前就失踪了。 丝超强自然不会说实话, 毕竟穿越让人听起来就匪夷所思。 也就是说他们口中的奶丝并不是我认识的奶丝, 你们为何深夜在此? 那里现在有人居住吗? 王爷, 草民的姐夫是曾经秋水城的总督乔政。 草民一家当初就是跟着他来到此处的, 草民本以为跟着姐夫可以不挨饿, 能顺利熬过灾情。 没想到, 他将草民一家带到这个村子后, 就过起了关闭门户的日子。 幸亏草民在旱灾以前, 自己攒了些银钱, 找到门路高价购买粮食撑到现在, 如今草民家的银两已经全部花光, 粮食也所剩无几, 为了糊口, 这才决定带着妻儿出去找找生机。 原本姚穆涵是不会轻易相信这种说辞, 但就不知为何他在四超墙身上找到些熟悉的感觉, 而且这感觉与奶丝有关, 姚穆涵想到这里四超墙又继续开口。 王爷带人入村子的时候, 千万不要走正路, 村口那里被人设置了陷阱。 说完这些四超墙头也不敢抬起, 毕竟他们一家三口的性命就掌握在眼前这个王爷手里,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 来人将他们送回秋水城。 说完姚穆涵便再次带队离开了这里, 四超墙一家总算是逃过一劫, 夫妻二人脸上竟然是一副不敢相信的表情。 至于姚穆涵有了四超墙的提醒, 成功躲过陷阱, 将所有人擒获。 刚回到府上, 他就迫不及待去了梁小芝的房间, 果然梁小芝就带着奶丝的最新消息出现。 视频中出现了一张满头大汗, 红扑扑和气喘吁吁的小脸。 乌太妃, 姚穆涵, 再次感谢你们送我的自画家具, 我已成功解决家里的危机, 以后可以专心为你们准备物资, 还有听令儿和健儿讲, 你那边连续降雨, 那我给你们准备了一袋玉米种子, 产量高成熟期短, 你们可以安心种植。 看完视频, 姚穆涵莫名的有些心疼, 奶丝送来那么多物资, 一定花了不少精力。 他没有往常那样的心花怒放, 反而是把手机丢给乌太妃便独自离开, 乌太妃也察觉到儿子的魂不守舍, 他非常理解姚穆涵。 这就是爱而不得吗? 儿子, 自己喜欢的人如此帮助自己, 却只能看着他一个人忙碌辛苦。 姚穆涵顶着大雨漫无目的在王府中游走, 一切显得那么无力。 另一边奶丝正在商场清点新采购的物资。 奶丝, 我想请你吃个饭。 这已经是含蓄第三次邀约了, 毕竟韩学长帮我那么大的忙, 总不能一直拒绝。 好的韩学长, 在哪等? 两人约定好, 晚上五点韩蓄来接他。 见到奶丝, 韩蓄很是兴奋。 奶丝, 商贸大厦的危机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你还在忙什么? 我在考虑要不要将商场重新开起来。 你那里有什么需要, 随时可以叫我过来帮忙。 学长, 你请我在这里吃饭吗? 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这里。 奶丝只好跟着韩蓄一起走了进去, 直至晚上九点多, 这顿饭才吃完, 他生怕两小只一直等他。 学长, 我有些急事, 你快些送我回去。 但运气够倒霉的, 路上韩蓄的车竟然抛锚, 在韩蓄打电话叫拖车的同时, 他叫了计程车先一步离开, 韩蓄目送奶丝上了车。 奶丝刚坐稳, 忽然就感觉脖梗畜传来一阵冰凉的触感。 别动, 否则要了你的小命。 表哥, 你这样做不怕坐牢吗? 俗话说,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这句话还真是不假, 没想到舅舅和舅母去世没几天, 表妹就补齐了银行贷款, 一定是舅舅生前给你留了一大笔财产, 不然你一个不到爱十岁的小丫头, 是如何还的? 大哥, 人都抓来了, 还跟他说这些做什么? 你觉得他还能逃出咱们的手掌心? 事情没撑之前, 谁都别高兴太早。 不久之后二人将奶丝带到一个山顶别墅的地下室, 王伯一把将奶丝推到在地。 大表哥, 你为何要这样对我? 谁让你从小就比别人拥有的比我多, 现在有成了上帽大厦名副其实的主人, 这都是你的错。 大哥, 你别吓唬他, 稍后爸妈来了可能还有话要问, 万一把他吓傻了, 什么都问不出来, 咱们这两天不是白忙活。 之后奶丝便被二人锁在房间等待他的姑姑和姑父。 老是些, 不要试图逃跑。 说完两兄弟就离开了房间, 大半天过去后房门再次被离开。 一个凶神恶煞的男人和一个妇女走了进来, 正是奶丝的姑姑和姑父。 老公, 奶丝毕竟还是个女孩子, 你别吓到他。 王军没有应声, 转头看着奶丝。 我想你应该知道, 为何会将你带到这里, 你什么都没做错, 唯独身份害了自己, 你就不应该是商贸大厦的继承人。 如果你嘎了或者不见了, 你觉得商贸大厦会由谁来接管? 我自然清楚, 这天大的好处自然就落到姑姑头上了, 但我必须想办法自救或者拖延时间。 想到此, 他立即装出一副被吓傻的模样, 王军看到奶丝的表现, 瞬间觉得满意爆棚, 随即他招呼两个儿子一起离开。 走吧, 这丫头现在还不能嘎, 你们几个最近就不要回事去了, 留在这里看管, 特别是你, 绝不可以心软知道不。 老公你放心, 为了咱们未来的好日子, 我绝不会放走这丫头的。 他们一走, 奶丝紧绷的心终于松开。 想要活着逃离的机会太渺茫了, 但是他们眼下还没有对自己瞎嘎手的打算, 只能从长记忆。 姚沐寒那里, 听到梁小芝说姐姐这么晚还没回来, 整个人都已经慌得不行。 奶丝姑娘从没如此晚未归, 到底是发生了何事? 穆涵, 奶丝姑娘那么善良, 一定不会有什么事的, 稍晚些她定然能回来。 母妃都已经三更了, 儿臣真的担心她会出什么事。 她话刚落, 萧琳儿的身影就出现了, 手里还拿着奶丝落在家里的手机。 灵儿, 是不是奶丝姑娘回来了? 舅舅, 姐姐没有回来, 是她的手机不停地唱歌, 灵儿学着姐姐的样子, 滑动了一下那个绿色按钮, 里面就传来一个叔叔的声音。 姚沐寒才不顾得这东西会不会唱歌, 为什么会有叔叔的声音, 他只关心奶丝的消息。 灵儿你告诉舅舅, 那个叔叔有没有说奶丝在哪里? 叔叔也在找姐姐, 还问灵儿是谁。 那你是如何回答的? 灵儿说姐姐不在, 我是她的远房亲戚。 姚沐寒心中那股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烈, 连同乌太飞雨一样, 就在此时, 肖剑也回来了。 外祖母, 舅舅, 贱儿想起来一件事。 此话一出二人就知道并不是奶丝平安归来, 心情再次跌落谷底。 贱儿记得, 姐姐在家的时候, 她手机唱歌, 里面就传出那位叔叔的声音, 是那位叔叔要请姐姐吃饭, 姐姐才出去的。 是的, 刚刚跟灵儿讲话的那个叔叔和请姐姐吃饭的叔叔是同一个人。 那应该是奶丝应邀了那人的饭局。 晚饭过后, 二人分开, 奶丝却一直没有回家。 以他对奶丝的了解, 奶丝最晚就没有超过晚上十二点回来, 现在都凌晨三点了。 姆菲尔沉要去救奶丝姑娘, 你们两个拉着舅舅多试几次, 舅舅就不信不能跟着你们一同出现在奶丝那里, 货物都能带, 为何就不能带我? 忽然侍卫林凡在外禀报, 启禀王爷, 横王和晋王求见。 他们来作甚, 虽然他们二人都是我的兄弟, 但自从各自到了封地以后, 从未有过任何往来, 这二人冒着大雨前来, 所谓何事, 现在奶丝生死未卜, 这…… 姚沐寒思前想后, 最终下令, 让他们先在会客厅候着, 就说本王现在有要务在身, 稍后再去见他们。 穆太妃忍不住提醒一句, 沐寒, 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 横王和晋王深夜至此定然有什么要紧的事, 你要不要先去看看呢? 不, 而陈要去奶丝姑娘那里, 确定他无事才可以。 两人双手紧紧拉着他的大手, 结果他们两个成功消失, 杨沐寒依旧在原地。 来,来回回试了好几次, 杨沐寒头都撞出包了, 结果都一样。 舅舅真的不行, 舅舅要不还是健儿和妹妹继续去那边等着姐姐回来吧? 杨沐寒失魂落魄点点头。 梁小枝随即消失在原地, 而在乌太妃眼中, 自己儿子已经对奶丝产生了不一样的感情, 甚至已经上升到男女之情的程度。 看来之前都白提醒了, 姚沐寒走了出去。 仰头望着漆黑的夜空, 任凭大雨打湿她的身体, 她的心已经跟着那个只从手机视频中看到的姑娘一起飘远了。 注意看, 乃斯被坏人带走失联, 古代王爷通过录音笔与现代人通话求助。 姚沐寒刚临完大雨回来, 临凡又来禀报。 启禀王爷, 恒王和晋王说有十万伙计的大事和您讲, 希望您能够快些去见他们。 告诉他们, 本王稍后就到。 为了不让母妃担心, 才跟着林凡去了会客厅。 恒王爷很是不解。 五弟一定是被什么事办住了, 咱们再安心等一等。 等, 咱们猫着大雨深夜之词, 煞子都能踩到会有十万祸几的死, 再说咱们都死他的兄丈, 那又被量在这里的刀里。 就在这时姚沐寒终于来了。 让两位皇兄久等了。 五弟, 咱们兄弟怕死要遭殃。 皇上传旨到我们封地, 献咱们兄弟一个月内, 准备一万袋粮食送进京。 相比五弟也知道咱们那位好皇兄, 做胎子的死后就消长跋扈, 留情不认, 自从做了皇帝, 更是暴虐成兴, 咱们兄弟多少个阿宅了他倒下, 如今自生下炸散人了, 本以为到了风来就难全了, 没想到两年酣情他非丹么对咱们死亿元寿, 还在背心都活不下去的时候, 让咱们松上如此多的粮食。 听到二人的话, 姚沐寒醋眉沉思, 皇帝下旨索要粮食, 想要到我的封地, 必然要经过横王与晋王的封地, 肯定是他俩先一步接到圣旨然后快马加鞭赶来与我商讨对策, 两位皇兄, 我这里百姓都食不果腹, 这粮食我拿不出来, 难道物敌像康治不准, 奢啊物敌, 咱们兄弟散人能活到今天不容易, 三个不像不其他兄弟的吼唇, 何况俺们的木匪不在神变, 康治不准, 帝个拿俺们木匪开刀。 而当初姚沐寒就是以接手秋水城为筹码, 与皇帝交涉, 将物太妃留在了身边生活, 姚沐寒眼神冰寒刺骨, 两位皇兄无需说太多, 兄弟我若是有那么多粮食, 宁愿分给封地内的百姓, 也不会送去京城, 见姚沐寒拒绝得如此干脆, 兄弟二人脸上都露出一副苦瓜像, 圣旨上写明白了是要我们三兄弟一起凑起一万袋粮食, 分成三份的话每人也要三千多袋, 物敌, 粮食别舍逆这里, 就此大嘎散个咽拿不出来, 但我们有本能设其目匪省似于不孤, 看在咱们兄弟一唱的分上, 你纵不能咽整整看着个的恶为难而不绑称。 而姚沐寒心思根本不在这上面, 他满脑子都是奶思的安慰。 两位皇兄深夜至此, 想必已经想到什么解决之法, 不如说出来咱们商量一下。 不瞒五弟, 解决之法二哥的确想到一个, 只是这个办法有些牵强, 能办成的可能性不大。 什么办法? 想必五弟也听说一段传说, 在咱们三人封地中间有一名为索兰的山剑, 据说那里生长着一只千年荷帽, 体内生长了一百零八颗珍珠。 这个我也听说过, 但是传说而已能当真。 这事千真万确, 是你二哥我亲眼所见。 二皇兄的意思是, 想抓这荷帽送去京城, 以此来抵那一万弹粮食。 二哥的确有这个答案。 二皇兄就能如此确定, 京城那位拿到珍珠就不要粮食了。 五弟又朔不知, 京城那位不知, 从那里得知了这千年荷帽的传舍, 曾经给那和二哥谢星提及过, 他舍能抓到那只荷帽, 就会打赢了每一个条件。 两位皇兄的意思是, 要现在去抓那只棒精。 围警直击, 也自能大折知千年荷帽的注意了。 既然两位皇兄早就知晓此事, 为何现在才去捉千年荷帽? 也许五弟没有去过索兰剑, 对那里不了解, 那里的湖水深不见地, 那荷帽就生活在湖水的最下里。 我曾派大量的人手去不转, 但是人一旦进入湖水后就不知所踪了, 然后这两年湖水干枯, 我以为机会来了, 再次带人前往, 却成了个名副其实的泥潭, 人踩上去就会直接淹没。 那二哥现在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五弟, 围凶确实已无计可适, 故冒着大雨深夜赶往秋水城, 与你商量。 在姚沐寒看来, 即便皇上要派兵围剪我秋水城, 那也不是一件一事, 毕竟旱灾两年士兵早已溃败, 重整也需要时间, 如今我有了乃斯带来的高产两种, 我就会让秋水城的队伍变得兵强马壮, 但若真如恒王所说抓到千年荷帽取出珍珠, 让皇帝收回成命也不是为一件好事, 看来这次抓捕荷帽我被迫要成为主力了。 想到此, 两位皇兄, 这件事给我几天时间安排, 妥当以后就亲自带队去索兰剑走一趟。 五弟, 现在咱们这边刚刚开始降雨, 原本干枯的湖水定然会一点点涨水, 二哥觉得趁着水还不深的时候下手是最佳时机。 姚沐寒何尝不知这个道理, 可他心里只有乃斯的安危。 二皇兄, 容我三日的时间去安排, 三日以后我准时带人前往索兰剑如何? 好吧, 既然如此, 就听五弟的安排。 带二人离开, 姚沐寒又立即回到梁晓芝的房间。 母妃, 灵儿和建儿可有什么消息带回来。 乃斯还没消息, 当时她的那个手机, 灵儿说那个人又和她讲话了。 姚沐寒不清楚那个人和乃斯到底什么关系, 但她可以确定那就是和自己一样担心乃斯的安危。 若是能与那人对话就好了。 她忽然她想起什么, 看向放在一旁的录音笔。 她拿起录音笔的同时尽量学着乃斯的语气讲话。 你好, 我是姚沐寒, 和你一样都是在关心乃斯的人。 听我外甥讲, 乃斯失踪以前和你在一起, 能和我说一下她是否有什么反常的行为和事情发生。 注意看, 眼前这两个小萌娃, 竟然能让自己的古代人舅舅和一个现代人通上话, 还商议如何拯救他们共同喜欢的女人。 舅舅, 手机里那个叔叔说, 姐姐, 姐姐应该是失踪了。 姚沐寒听到此消息也是心无刀脚。 穆寒, 乃斯的事情咱们什么都帮不上忙, 不要为此筹坏了身子才是。 母妃, 儿臣知道。 姚沐寒随即将录音笔交给了肖健。 健儿, 这里有舅舅说的话, 若是那位叔叔对着那手机讲话, 你就将舅舅说的话放给他听, 然后再将他的话用录音笔录好带给舅舅。 此时的含蓄, 正在派出所内和值班民警商量。 警官, 求您就帮帮忙吧, 我也清楚咱们国家的规定, 失踪人口要24小时以后才可以报案, 可我朋友的情况十分特殊, 他父母刚当初意外去世, 家里企业犹太一个不到20岁的姑娘接管, 难保不会被有新人觊觎, 我真的怀疑他是被人绑架了, 若是派出所早些立案寻人, 他的安全系数还能高一些。 对不起先生, 我们需要按照规定办事。 一句话将含蓄堵得哑口无言, 其实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求助民警了, 可结果还是被拒绝。 含蓄走出派出所, 再次拨通乃思的电话, 接电话的依然是萧玲。 小朋友, 你乃思姐姐还没有回家吗? 是的, 姐姐还没有回来, 叔叔, 我舅舅有话和你说。 说话间萧剑已经拿出录音笔播放, 含蓄那边也已经听到姚沐寒的声音。 你好, 我叫姚沐寒, 是和你一样关心乃思安危的人, 你是谁? 说话的同时, 含蓄也在想对男人和奶思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会拿着奶思的手机? 含蓄的问题, 对面那个男人没有回答。 这是我舅舅, 我舅舅不能用手机和叔叔聊天, 只能用录音笔来传递消息, 叔叔有什么话想说, 现在就说好, 银儿和哥哥会用录音笔录制好交给舅舅。 这话把含蓄搞猛逼了, 你们可以将手机拿给你们舅舅, 这样就可以直接和我讲话了。 叔叔, 我舅舅现在不方便讲手机, 我还是要教您讲话录音。 既然如此, 你们现在就开始录音吧。 一号, 我叫含蓄, 是奶思高中时候的学长, 我今晚和奶思一起吃晚饭, 九点多从饭店离开, 但是我的车抛锚了, 奶思赶着回去, 他自己就搭乘了一辆继承车线离开, 我计算他差不多可以到家的时候打电话给他, 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两位小朋友在接电话, 始终没有奶思的消息。 好的, 叔叔, 我们很快就把舅舅的话带过来。 含蓄就这样一直保持着通话, 而含蓄说的现代语, 很多地方姚沐寒根本听不懂。 什么是九点多, 车子抛锚, 计程车。 不过他很聪明, 他会去分析猜测。 这人阐述的事情只能说明他们二人分开的时间和经过, 并没有什么有用的进展。 请问你发现奶思没有回家以后, 是否联系过他的亲人或者朋友? 含蓄在等待对方消息的过程中, 一直在猜姚沐寒的身份, 毕竟从没听奶思说过他有男朋友, 很快肖剑就拿着录音笔回来, 但他听不懂姚沐寒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和我一样没有奶思的亲缘和朋友的联系方式? 他继续回话。 据我所知, 他还有个姑姑, 但他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都没看到有人过来帮忙, 我个人觉得他们应该不怎么走动。 那除了这样的事情, 你那边的官府不管吗? 还有我这里有些特殊情况无法出现在你们那里, 我现在唯一能够获得奶思消息的方式就只有你, 只希望我们之间的这条线不要断。 什么? 含蓄再次被姚沐寒的话搞猛。 官府是什么? 是指派出所吗? 这人说话咋这么老成? 听声音明明就是个年轻人。 含蓄疑惑归疑惑, 但他也不会去跟一个真正关心奶思的人计较。 只要奶思平安归来, 即便做不了他男朋友我也无所谓了, 自我发现奶思失踪我去了官府三次。 警官说, 成年人失踪必须超过24小时方可利安, 若是明晚9点多, 奶思还没有出现, 我会再去报案, 到时候自然会有官府的人出面开始寻人。 姚沐寒得知要12个时辰后才有官府的人去寻, 就无比痛苦和无奈, 第二天早上含蓄在别人那里打听到奶思姑姑的住址, 准备登门去询问, 而姚沐寒这边也终于接到了从京城来的圣旨。 庆衡王金王龙王一个月内, 抽其一万单粮食送进京城, 遣次。 姚沐寒本就因为担心奶思心情欠诈, 这回还接到这样的圣旨。 气得他找着给人的船只太见一眼, 去你大爷的, 张不皮, 别再让本王看到你。 这边奶思姑姑家里, 王军好像古代主人训仆人一样训着自己的老婆。 我告诉你, 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这个家好, 你若是敢帮他的死丫头逃跑, 别怪我先灭了。 老公, 算我求求你了, 按照你的计划, 只要关上那丫头几年, 然后再去派出所办理人口失踪, 到了那个时候, 我就可以顺理成章继承司超强的遗产, 虽然我平日里也没有多待见奶思, 可他毕竟是超强唯一的血脉, 我求你就留他一条性命行不行。 告诉你, 你做什么选择之前想想两个儿子, 这件事他们都有参与, 一旦是发挥有什么后果, 相信不用我来告诉你。 这时韩旭也来到司超金家门外, 他边敲门边询问, 你好, 有人在家吗? 来开门的是王军, 韩旭看到他本能的害怕, 请问这里是奶思姑姑的家吗? 王军内心一震, 没想到会有人找上门。 你是谁, 找奶思不去他家里找, 来这里做什么? 这话听在韩旭耳朵里就很奇怪, 他怎么知道我在找奶思, 莫非, 我想您应该是奶思的姑父吧, 奶思昨晚和我分开是上了一辆计程车, 我考虑到他一个小姑娘深夜乘车不安全, 将计程车的车牌号记录了下来。 你说什么? 你记录了计程车的车牌号? 如果是这小子今晚去派出所报案, 将车牌号一定提供, 定然会查到我们, 看来这小子也不能留了, 不知道你和奶思是什么关系, 作为长辈, 我不能将他的消息随便透露出去。 其实我压根就没看清车牌号, 不然昨晚报警早就说啊, 我只是想扎一扎这人, 没想到这人听到车牌号就完全换了嘴脸, 我是奶思的学长, 找他有些急事要处理。 原来是奶思学长啊, 奶思今天有给他姑姑打电话, 要不你先进来, 具体情况去问问他姑姑。 韩旭刚走两步就听到背后的房门顾王军大力和尚, 他转头看去, 就被什么东西砸到, 眼前一黑倒了下去。 你看, 奶思失踪超24小时, 韩旭去救人反而被打晕, 二人彻底失联, 吓坏了所有人。 杀! 老公, 老公, 这是? 这小子是奶思的学长, 他看到了昨天计程车的车牌号。 什么? 他不会去报警了吧? 四超经也慌了, 王军嘴角上扬, 露出一副让人不寒而栗的笑容。 你觉得一个死人怎么去报警? 说话间, 王军已经再次举起手中的重物, 打算给韩旭来个致命一击。 老公你等等, 毕竟这里是咱们家里, 又是闹市去, 你现在就将人嘎了, 尸体处理起来很麻烦, 不如先将人送去山顶别墅。 反正他已经受伤, 在没人医治的情况下, 恐怕也能活命。 嗯, 你说的也有道理。 随即他拿起电话。 儿子, 你们回来一人, 这里有个人要弄去山顶别墅。 晚上九点多, 韩旭被王军和王恒父子打乡 拖死狗一样拖进了地下室, 王军看着乃斯。 这小子说是你的学长, 竟然自己送上门, 你说, 我能让他活着见到明天的太阳吗? 乃斯飞快上前查看韩旭的身体。 学长, 您醒醒, 你睁眼看看, 我是乃斯。 韩旭并没有醒, 而且体温很高, 似乎在发高烧, 但庆幸的是韩旭还活着。 活着就好, 活着就有希望, 乃斯站起身, 与王军平视, 我视你为长辈, 喊你一生辜负, 你抓我无非就是为了我爸妈的财产, 和旁人没有一点关系, 求你不要牵连无辜。 在他记住你乘坐计程车的车牌号时, 他就是个死人了。 这是站在一旁的丝巢经开口, 老公, 我看着人一直昏迷, 估计送去医院也救不活了, 不如就将他丢在这里, 任其自生自灭算了, 省得脏了你的手。 怎么, 我今天警告你的都忘了。 老公, 你放心, 就算为了咱们的两个儿子, 我也不会做那种胳膊肘往外拐的事情, 我都是为了你好才说的。 王军见自己老婆态度还算真诚, 再低头看看昏迷的含蓄, 老子今天就听你这婆娘一次。 在他们转身离开的时候, 丝巢经快速从口袋里操出一个白色塑料袋 蹲入房间才离开。 乃斯快速捡起, 打开一看, 里面有一些消炎药和包扎的用品, 就在乃斯为含蓄上药时。 乃斯, 你别担心, 我没事。 含蓄忽然出声下了乃斯一跳。 学长, 你还好吗? 我没事, 只是有些头晕。 于是两人交换了失踪之后的一切信息。 没想到, 自己失踪一天一夜, 含学长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学长, 我们不能留在这里任任宰割, 要想办法逃出去才行。 乃斯, 我们一起努力离开这里。 含蓄此刻还很虚弱, 讲出这句话, 自己都感觉没什么底气。 乃斯看一下那几人离开的方向。 那两个人整天在这里寸步不离, 想要逃走没那么容易。 老虎有打盹的时候, 我就不相信他们兄弟会一直在。 一旦有一个人离开, 咱们就找机会逃走。 这话说得轻松, 但含蓄一点把握也没有。 他头部受伤在商量完之后就明明呼吸血找了, 而含蓄家里早已乱作一团。 这小子难道为了寻找乃斯也遭遇了什么危险? 这样一次还没打多了。 赶紧出门去找人, 找遍了含蓄会去的地方都没找到。 最终含蓄父亲在乃斯姑姑家的小区外发现了含蓄的车, 车停在了一家小吃店门前。 你好, 请问你是否还记得这辆车在这里停了多久? 店主显然有些不高兴。 这车是你的吗? 停在这里这么久, 影响我作声一不说, 更可气的是打电话还关机。 你说这么久, 到底是多久? 起码有八九个小时以上。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多, 也就是说含蓄来这里的时候是下午。 麻烦您, 可不可以给我看看您铺子门前的视频? 这车是我儿子的, 他人现在失踪了, 我们很着急。 看完监控后, 几人顺着含蓄离开的方向继续寻找线索, 就走到一个小区的入口。 他们几乎可以肯定, 含蓄就是进入了这个小区后失踪了, 直接去了附近的派出所, 将视频提供给叔叔, 请求调查, 结果也是那句, 正常的成年人失踪二十四小时方可受理案件。 既然如此, 几人就干脆报了乃斯的案件, 最终叔叔受理了, 将介入调查。 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与含蓄失去了联系, 姚穆涵十分焦急。 母妃你说乃斯和她的学长会不会都已经遭受了什么意外? 母妃也很是担心, 就在这时林凡又敲门禀报。 王爷, 杭王和晋王又来了。 迈迈的大雨依旧没有停歇, 带起斗笠跟着林凡去到会客厅。 看到姚穆涵, 横王显得十分焦急。 五弟, 你说的三日之后再做打算恐怕不清了。 姚穆涵眉头紧锁, 一脸疲倦。 二皇兄为何会如此说? 横王并没注意到姚穆涵的疲态。 我和三弟从你这里离开, 正好路过索兰剑, 便过去看了一眼, 因为连日大雨那里的湖水已经长得老高。 而且看眼下情况, 大雨没有停歇的意思, 若是这样下去, 不足三日那湖水就会恢复原本的样子。 到时候咱们再向潜水下去寻找千年河帽, 恐怕就不容易了。 二皇兄的意思是, 咱们现在就赶往索兰剑? 正有此意。 杨穆涵沉思一顺, 既然如此, 咱们就连夜出发, 赶往索兰剑? 其实他心里想的是, 不能继续等消息下去了, 恐怕未等到消息, 自己就先崩溃, 有点事情做, 转移注意力时间也过得快一些。 物低, 思不宜迟, 咱们立即出发, 正好门门的人已经瞪在塑兰间。 注意看, 乃思和韩旭已失踪两天, 韩旭父母找到证据报案寻人, 亡命之徒会怎样做? 我还真是大意了, 那小子来家里找乃思, 我只想着不让他将计程车的车牌号说出去, 却忽略了小区门口的监控。 老公, 要不咱们还是让两个儿子离开山顶别墅吧, 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行吗? 思超经的意思是让两个儿子离开, 给乃思带着含蓄逃走的机会, 即便是他们去报警, 山顶别墅周围也没有监控, 只要他们死口不承认, 谁都拿不出他们绑票的证据, 黄军恶狠狠瞪着他。 一个败家娘马, 是不是打算让我们父子几个去死? 思超经战战兢兢解释, 老公,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只是不想你们的错误越来越严重。 我们的错误, 我们哪里错了, 我为了这个家谋划哪里有错? 他越是越生气。 若不是你没本事搞到思超强的财产, 我们父子何必如此大动干戈? 他被过身思考起来, 再次转头看向自家老婆。 不要在那里愣着了, 赶紧收拾些日常用品, 咱们连夜去山顶别墅。 什么? 老公, 你是打算, 难道他是想一不做二不休, 将乃思和含蓄杀掉? 不走, 你是打算等叔叔来家里抓你吗? 啊? 我懂了, 老公, 两人开着车抵达三点别墅, 已经是凌晨四点多, 而正式昏睡的含蓄也已经醒来, 二人依靠在墙边思考逃走的对策, 忽然听到外面有汽车马达的声音, 王军两个儿子很是诧异, 赶紧询问父亲。 爸,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王军一五一时将自己的担忧说给两个儿子听, 王博文人脸上露出很辣表情。 既然如此, 咱们就一步做二步修, 把他们两个都做了, 丢进三件。 不行。 不行。 又什么不行, 我就不相信死人还会说话, 把他们尸体丢进三件, 再将这里的一切处理干净, 谁会知道是我们绑了那两人。 爸, 这件事绝不能听我大哥的, 咱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涂财, 害命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做不得。 老公, 横而说的有道理, 我们涂得是财, 只要能顺利将超强的商场搞到手就好, 想必你也听说过, 那些生意做大的老板, 家里供奉神仙不算, 还经常出来做善事, 就算是为了咱们将来的财路, 也尽量不要杀生了。 王国平日嚣张跋扈胆子大, 但也知道弟弟王横比自己做事沉沦且细心, 从此前想去, 最终也犹豫了。 爸, 要不就先听弟弟的, 咱们再等等。 王军低头沉思, 难道我真的错了? 也好, 就先听横而的, 让这两人多活几天, 你们两个一定把人看好了, 千万不能出什么差池, 否则咱们家这一辈子都得吃牢饭。 说完就转身走了出去,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乃斯和韩旭依然没找到逃出去的方法, 而姚沐寒这边, 已经集结了一小队属下, 跟着横往与晋王赶往索兰剑, 大雨依旧如同条坡般倾斜而下, 雨滴猛烈地敲打在一行人的身上, 姚沐寒率先抵达山顶, 站在悬崖处往下看, 索兰剑的全貌一朗无鱼, 最下面的潭水已经很深, 伸到不见底的程度, 他猛然纵身盈利, 指出轻弓月到索兰剑部下方的岩石上, 网坛里看, 他看了好一会, 这湖水起码有一人多深, 他刚打算跳进去看看, 就听到悬崖处有人高喊, 五弟不要鲁莽, 来大家下去以后再见, 别说了一番带着一批人来到姚沐寒身边, 王爷, 还是让属下冷先跳下去看看虚实, 就在姚沐寒等人商量下水对策的时候, 乃斯那边也已经天亮, 注意看, 含蓄侥幸逃离带来叔叔拯救乃斯, 乃斯却已经在生死边缘徘徊, 学长, 你都是因为我才被牵连, 如果有逃走的机会, 你什么都不要管, 先逃离这里再说, 乃斯, 我是不会将你一个人留在这里独自讨生的, 热食可以, 我也愿意陪着你一起死在这里, 什么, 忽然别墅外传来一阵阵汽车马达的声音, 可以判断不止一辆车, 然后还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王军丢给儿子们两根绳子, 警察来了, 先将他们捆起来, 必要的时候要用来做人之户送咱们逃走, 乌草, 在房门被推开的那一刹那, 乃斯猛地推了含蓄一下, 学长, 你快跑, 叫叔叔来救我, 含蓄被乃斯推得亮枪了几步, 由于惯性的作用, 他竟然一下子跨过依然站在门口的王家兄弟, 这突然的一下让所有人惊呆了, 含蓄快速转头看向乃斯, 等想回去救他, 可细想一下还是觉得乃斯说的对, 于是像一肉烟一样逃走, 乃斯这会儿也朝着门外冲, 让王家父子完全乱了阵脚, 还愣着, 别让这死丫头跑了, 王国上前抓住乃斯的手臂, 王衡用绳子将他牢牢捆住, 含蓄跑到别墅一楼就迎面碰到从外面回来的丝超金, 生怕对方阻拦, 等能想要开走, 谁知丝超金就跪了下去, 我知道他们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那也只是他们一时糊涂, 求求你, 帮我和叔叔求求情, 放过他们行吗? 他们这样做已经触犯了法律, 我非但不会为他们求情, 还会在叔叔面前作证, 只认他们绑票的罪名, 四超金整个人都绝望了, 含蓄跑出别墅, 就看到一旁停放着三辆警车和一辆白色私家车, 乃斯就在里面, 求你们快去救救他, 几人去到关押乃斯的地下室, 并没有看到王军一家和乃斯的身影, 含蓄慌了, 叔叔, 刚刚我就是从这里跑出去, 我和乃斯一直被关在这里, 话音刚落, 就听到前面房间传来一阵惨叫声, 老公求你别打我, 我都是为了你和儿子好, 求求你去自首吧, 四超经理个桑门星, 到了这个时候竟然还敢劝老子自首, 你是打算一个人拿着四超强的财产去逍遥吗? 芒博和王衡在控制乃斯根本没办法阻止, 爸, 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你打我妈也无据于事, 这会儿王军总算平静下来, 爸, 叔叔已经在门外了, 咱们怎么办? 王军一脸细血, 怎么办? 当然是让他们给老子让路, 你两个一定要将这死丫头抓好了, 他现在就是咱们的护身符。 房门被敲响, 外面的叔叔也开始喊话, 里面的人听好了, 你们现在已经被重重包围, 插翅难逃, 不要再做无畏的抵抗, 放下武器, 出来投降吧, 如果你们一意故行, 继续反抗, 只会让事情变得糟糕, 甚至可能丢了性命, 所以明智的就立即停止行为, 乖乖走出来, 接受我们的处理。 王博控制这奶丝, 手中鲨鱼躲在奶丝的脖子上, 大表哥, 我们等来就是亲戚, 如果你现在放下刀子, 我可以帮你向警察求情。 你给老子闭嘴, 你不要听这死丫头的, 她一旦安全, 就是咱们父子的死期。 崩溃了, 我现在崩溃了。 这些话都被房门外的警察听得清清楚楚, 里面的人, 别冲动, 有什么要求好商量? 好商量? 有什么好商量的? 想让这死丫头活命, 你们立即撤离, 把老子逼急了, 老子什么都能做出来。 你不伤害性命, 我们立即就撤离。 带头的鼠鼠拔高音量, 大家都听指挥, 全部撤离。 房间内, 王军听到鼠鼠们撤离的声音, 才小心翼翼打开一条缝隙去查看。 门被推开, 十几个穿着制服的身影冲进了房间。 你看, 歹徒刚把门打开一条缝隙, 十几个穿着制服的身影冲进了房间。 警告你们不许再靠近了。 大哥, 你一定将奶丝看好了, 这会是我们威的底派。 我知道, 今天若是无法逃离这里, 我定然让这丫头跟着咱们一起陪葬。 王伯手上的鲨鱼刀又靠近奶丝一些。 你们再往前, 我就要这丫头好看, 麻溜的滚出去, 不然你们看看我身后的落地窗是什么地方。 他们身后的落地窗户的外面就是一处悬崖, 只要跳出去, 就会跌入万丈深渊。 你不要轻举妄动, 有什么条件好伤了呀? 你们是不是怕了, 怕了就赶紧从这里滚出去, 给我们一家人让开路。 王军以为自己又行了。 还有, 我们要五百万的现金, 献你们两个小时内送来。 这个没有问题, 我们立即派人去准备钱。 四超精可不像他们父子那样乐观。 伯儿, 横儿, 你们放开奶丝自首吧, 这样总会从宽处理。 你肯定给老子住口, 拜家娘们,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 不想让这丫头再受伤, 就乖乖撤离这里。 你们这些恶魔, 欺负一个女孩子算什么本事, 你们放开奶丝, 我来做人质。 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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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奶丝一个亮枪完全失去了平衡 整个身体不由自主的向后倒去 含蓄见状立即扑过去想拉住奶丝 奶丝已经在空中翻了几圈 掉了下去 不要 奶丝 难道我就要死在这里吗 我不甘心 爸爸妈妈 请原谅女儿的不孝 你们赐予我的宝贵生命 我却未能守住她 如今也只能止步于此了 永别了 爱我疼我的亲人朋友们 若有来世 我们定能再度相防 说完这些 奶丝紧闭双眼 默默等待死亡的降临 秋水城四超强和罗淼淼这边 老公 我今天心口发闷 总觉得奶丝出了什么事情 老婆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难道我们的奶丝真的出事了 沐太妃也已经有两日没怎么合眼 呆呆地坐在梁小只的房间中 而梁小子则是在奶丝的房间中等待 哥哥 你说漂亮姐姐 是不是真的不要灵儿了 如果我们可以从这扇门出去就好了 那样就可以到外面找姐姐 只可惜那扇门无论他们试过多少次都无法推开 那位叔叔也一整天都没和咱们讲话了 是不是他也不管姐姐了 不会的 那位叔叔也很关心姐姐 他一定是被什么事情缠住了 忙好了就会打电话过来 话音刚落 是叔叔 坏姐起来 喂 是叔叔啊 找到姐姐了吗 告诉你们的舅舅 是叔叔无能 没有保护好奶丝 他眼睁睁看着奶丝掉落万丈深渊的那刻 心仿佛已经凝固 萧灵儿被含蓄的情绪感染到哭了起来 叔叔 你为什么没有保护好姐姐 姐姐到底去哪里了 含蓄尽量收敛自己的情绪 你们准备好录音笔 将这一段话带给你们舅舅 萧建连忙打开录音笔 叔叔 我准备好录音了 杨沐寒 对不起 我没能保护好奶丝 他在两个小时以前跌落悬崖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无能 含蓄再也说不下去了 两小时带着这个悲伤的消息回到了自己房间 将这一段消息告诉了吴太妃 显然三人还不能够接受这样的悲伤的事实 姚沐寒派下水寻找千年合棒的人 不是负伤就是失踪 欣恳属下的他不想再增加伤员 打算就此作罢 属下的命也是命 这些人都是跟着我一同守护秋水城的功臣 我不能为了一己私欲 弃他们的性命于不顾 吴帝你先稍安无藏 我现在派我的人下去寻找 接着横王和晋王的人一个接一个月入坛中 乃斯的身体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急速下跪 直至掉落坛中 乃斯 他好不容易跟月入水中朝给乃斯的位置回去 古迪 其他人不认识乃斯 在他们眼中那是一个穿着奇装异服的巡转剑的女子吧 古迪斯坊烂吗 竟然为了一个不认识的逆字区猫县 要知道这潭水中可是有水受的 你们都快去保护荣王的安全 同一时间 在乃斯房间的梁小枝忽然被一股犀利扯着 将他们拉回到自己的房间中 然后通往乃斯那里的门也不见了 就好像从未出现过一般 哎 顾太妃看见梁小枝回来的状态不对 怎么了 你们怎么了 外祖母 明儿和哥哥再也无法去姐姐那里等她回来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外祖母去姐姐那里的门消失了 剑儿和妹妹是被一股力量强行拉回这里的 那扇门消失 就预设着乃斯是生是死 他们都无法获得任何消息 这让乌太妃三人一时间都无法接受 索兰见这边姚沐寒好不容易才将奶丝从水中救出 可此时奶丝已经十分虚弱 姚沐寒也顾不得什么男女受受不侵 不停给对方肚气 本王来了 一定要坚持住奶丝 横王晋王上前看到姚沐寒脚受了伤 而这伤是水中水受撕咬造成的 五弟 二哥这里带了金创药 你先将脚上的伤口处理一下 二哥我没事 先救这姑娘的命要紧 接着姚沐寒就不停拍打乃斯的背部 试图唤醒她 奶丝 本王花了好大力气才将你争气 你一定要争气 把水吐出来 这样才能保住性命知道吗 而在场众人全都大为震惊 什么 纷纷猜测起这个姑娘有何特别之处 拍打许久 奶丝终于有了反应 奶丝 你醒了 姚沐寒 是本王 奶丝你还活着 真好 姚沐寒眼中的泪水再也无法抑制 绝地斑奔涌而出 奶丝还有些恍恍惚惚 她一度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否则怎么会看到姚沐寒 但被人关心和爱护的感觉 她很喜欢 这个梦她并不想醒来 谢谢你 姚沐寒 此时此刻 她望着奶丝有欣喜狂喜 有酒别沉逢的感动 亦有对未来命运的迷茫 两个不同时空的人就这样因了一场意外相遇并产生焦急 你们还愣着坐肾 立即打刀回复 王爷 你的伤还没处理 小伤不碍事 回去再处理 打刀回复 五迪 税收益上 抓到千年河邦搭又几回 你这个时候要打刀回复 三哥阻挡的水兽已伤害 我相信后面的过程不会有什么阻力 抓到千年河邦只是时间问题 奶丝姑娘身负重伤又不慎落水 我想立即带着她回秋水城救治 她站起时 抱起奶丝 脚下就传来刺痛 让她身形多一点摇摆 王爷 你要不要将这姑娘交给属下 本王可以的 笑话 心爱的姑娘怎么可能给别的男人去抱 即便我这只脚废了也不可以 姚沐寒此时什么也不顾了 纵身一跃把轻功施展到极致 几步就跃到山顶 消失在众人面前 抱着奶丝一跃就跟 抵达秋水城时已经是傍晚 秋水城四超强一家因为被街坊邻居排挤 没能领到荣王府救济的米州 三人饿得心里发慌 如今四超强出门就是去碰碰运气 她刚走不远就看到一兽高黑影抱着个女子在头上一手玩过 刚好奶丝其中的一只鞋子掉落到四超强面前 她一头一看 心中翻起惊涛骇浪 这不就是我去年给女儿送的生日礼物吗 还是全球限量版 为了确认这鞋子的主人是不是奶丝 她朝着姚沐寒消失的方向追去 刚到荣王府外 林凡一行人也已经赶到 王爷的轻功恐怕我一辈子都比不上 脚上受伤 怀里还抱着个女人 都比咱们一身轻松的人速度快 回到府上的姚沐寒为了防止有人打扰自己 这次先吩咐好守卫 本王今日有钥匙在身 任何访客均不接待 横王和晋王若是到了 安排他们到客院休息便是 交代清楚 姚沐寒就抱着奶丝飞奔至后院 姚沐寒抱着奶丝来到梁小智房里 母妃快将床不好 奶丝受伤昏迷了 正在安抚梁小智的物态飞先生一愣 后之后绝下了一跳 看向姚沐寒怀中紧紧抱着的姑娘不正是奶丝吗 快将奶丝放到床上 此时梁小智已经惊呆了 他们目不转睛一脸不敢相信 乌挖一声大哭起来 姐姐呜呜姐姐 你们的姐姐受伤昏迷了 先不要打扰她 沐太妃则是吩咐婢女 取来一套干爽的衣服帮姑娘换上 沐寒你也是 快把身上还在滴水的衣服换掉 但姚沐寒不敢离开 此刻奶丝面色苍白 只有轻微的呼吸声 这时大夫也提着药箱来了 大夫帮奶丝把卖过后 一阵叹气 太妃娘娘 王爷 这姑娘应该是多日没有好好休息 导致身体虚弱 再加上身上有伤连了雨 才导致高热不退 既然已经查出病状 就请赶紧帮她医治吧 这哥 太妃娘娘想必是忘记了 大旱灾两年多 别说咱们秋水城了 恐怕京城现在也买不到常用的草药 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一旁的姚洛涵也一筹莫展 眼下最好的求要地方 恐怕只有两位黄雀了 二哥三哥府中定然还有存货 可惜当时走得太急 没有先索要一些药物 小的这里现在只剩下一些治疗外伤的药物 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你 王爷 你的脚是不是受伤了 小的先帮您看看 穆罕你的脚怎么了 儿臣的脚外 只是被那水兽咬了一口 现在还是奶丝姑娘的身子要紧 忽然这是高烧到迷糊的奶丝竟然开头讲话 你们这些人都坏透了 我绝不允许爸妈的产业落到你们手里 爸爸 妈妈 奶丝好想你们 你们在另外一个世界还好吗 沐太妃和姚沐涵都一脸心疼的看着他 此时荣王府门前 四超强正在苦苦哀求守门的护卫 求求您了 就帮忙通禀一下 我是刚刚荣王殿下抱回来那姑娘的亲人 王爷刚刚回来的时候已经吩咐过 他有要事处理 不见任何人 不见王爷也可以 我只是要见见那位姑娘 我的亲人 这里是荣王府 不是什么人想尽就尽的 失去点还是早点离开 免得王爷知道了怪罪 无奈之下 他只能站在王府大门一侧盯着 只要荣王一出门 他就立刻冲过去说明目的 忽然有两人从王府大门里出来 其中一人还是之前 护送他们一家三口回秋水城之人 四超强再次跑过去拦住两名护卫的去路 这位官爷 您可记得我 你有何事 官爷 是这样的 刚刚我看到荣王殿下抱着一女子 那女子是我的亲戚 我想要见她一面 劳烦官爷帮忙通报一声 要禀报你找他们 不要拦着我去办事 说王就施展轻功 瞬间消失在原地 四超强只好用默默的退回原位继续等待机会 乃斯那里 身体热度越来越高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我好想你们 我来陪你们了 穆涵怎么办 乃斯好像很不对劲 姚穆涵脑海灵光一闪 忽然想到一个降温的法子 母妃你留在这里照顾灵和劲儿 我带着乃斯回我的院子 就在姚穆涵快到自己院子时 主娘赵嬷嬷十分有眼色地将厢房打开 王也快将这姑娘抱到这里 而姚穆涵压根也听进去 抱着乃斯直接进了自己的卧房 把赵嬷嬷和几个内侍都惊呆了 主子机遇还真的破天荒了 抱着个姑娘不说 还将人带去了自己的卧房 看来咱们盲府要办喜事了 不知道未来王妃是个什么样的的 你们几个不要忘了批剧 竟敢私底下一论主子的事情 与此同时 姚穆涵已经将乃斯放在了自己的床榻上 他则是快速脱去衣服 只穿着礼衣就走出了房间淋雨 王也 你这样会感染风寒的 老奴自己去给您取一件披风筒 不必 本王自然有如此多靠 你们也不要在这后床啊 没有本王吩咐不得踏进王沃 赵嬷嬷只好带着人离去 姚穆涵承受这条河大雨 在身体彻底见了冰沫后 快速跑回卧房 他轻轻的脱掉乃斯的外衣 只留下里面单薄的礼衣 然后快速爬到床上 钻紧被窝里 将乃斯紧紧拥入怀中 就这样 姚穆涵承受了冰火两重天的体验 之后就这样持续了无数个来回 乃斯的身体终于发生了变化 变得不再滚烫 在门外等待的四超强 为了证实鞋子的主人 强忍着不适的身体 被大雨足足冲刷了几个时辰 这都半夜了 我是走还是不走好呢 忽然一阵想动 恒王和晋王带着属下 从索兰剑归来 二哥 古迹乌迪这花都露着姑娘熟睡了 咱们这个时候刀放 会不会影响了人家的心智 荣王府很大 咱们不去打扰五弟便是 兄弟说话间已经走进了荣王府 远远听着对话的四超强心里一阵紧张 荣王抱着的女子很可能就是乃斯 若真是这样 我的女儿岂不是要被一个古人玷污了清白 不可能不可能 乃斯从小就洁身自好 绝不会做出这种事 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时 一个黑影朝着他走来 四超强试探性问 老婆 老公 你干什么去了 为何深夜都不回家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老婆你看 这是我今天在路上捡到的鞋子 老公这鞋子好像是奶丝的 于是四超强把今天发生的事情都和罗苗苗苗讲述了一遍 老公 据我对奶丝的了解 他是不会送鞋子给别人穿的 所以那个女子就一定是咱们女儿 但是二人此刻也没有办法见到奶丝 只好先回家再做打算 荣王府内 横王和晋王正在千年和帮腹中寻找珍珠 可是影子都没找到 喂 猪是吧 二哥 你说会不会似咱们抓错了 绝对没有抓错 这可是千年和帮 普通的和帮怎么可能长出如此大的个头 二哥 我弄到珍珠 我们就要缴一万单粮食 赠班啊 三弟 咱们还要和五弟商量一番 看看他可有什么应对之策 说完 横王已经迈步向外面走去 两人来到姚沐寒居住的墨主院 就被守在门口的林凡和林峰拦住 两位王爷 我家主子有命 今晚任何人都不准打扰 笨王又舔大地私请腰和你们柱子商量 你现在就去捅病 晋王殿下 我家主子有命 任何人不准打扰 晋王见守卫不松口 故意扯着嗓子大声嚷嚷 姚沐寒 莫堪你还真似又一心魔人心 两位雄长深夜之词又此降生 你竟然为了个女人将请雄低之指门外 这刀地丝何刀 房间内姚沐寒依然紧紧抱着乃思为他降温 乃思这回意识已经尖叫回归 水 我想喝水 好 本王这就给你倒水 忽然就听到外面传来晋王肆无忌惮的叫骂声 姚沐寒 莫堪你还真似又一心魔人心 乃思被吵得被迫睁开了双眼 映入眼中的就是姚沐寒帅起逼人的样貌 乃思你终于醒了 为什么我坠牙被人救急 醒来会在姚沐寒身边 而不是在医院 然后他看了看今日不同忙日装扮的姚沐寒 又看看穿着古人礼仪的自己 他真像了 乃思被吵得被迫睁开了双眼 映入眼中的就是姚沐寒帅起逼人的样貌 乃思你终于醒了 为什么我坠牙被人救急 醒来会在姚沐寒身边 而不是在医院 然后他看了看今日不同忙日装扮的姚沐寒 又看看穿着古人礼仪的自己 他真像了 我们刚刚是不是做了些什么不该做的事情 姚沐寒双耳发红 脸颊莫名泛起了红韵 你身体一直高热不退 秋水成连年干旱 常用药物已经用光 就想了个帮你降温的办法 但不管因为什么原因 我是和你有了肌肤之间 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 乃思此刻身体上还有酸痛感 他知道这是自己发烧后才会产生的症状 听了姚沐寒一番解释 他也很快就对此释怀 谢谢你救了我 你不顾自己的身体跑出去淋浴 我无以为棒 姚沐寒只以为是乃思接受不了假装瓶颈 乃思我知道刚刚的事情鲁莽了些 你有气打我骂我都行 千万不要憋在心里 而且我承诺会负责的话也不是随便一说 随即姚沐寒单膝下跪 双手藏上准备已久的礼物 深情看着乃思 乃思其实我从第一天看到你的视频 开始就认定了你 想与你厮守一生 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乃思一时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表白 连连白手拒绝 虽然姚沐寒在古代是个有头有脸的王爷 关键人还帅得没变 但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搞清楚 等我把事情都解决完再说也不迟 这没什么好负责的 你也是为了救才不得也 乃思越是这样平静的反应 姚沐寒心中就越是不安和着急 乃思是觉得我们身份地位不相配害怕世人眼光 还是单纯的没看上我 我一定要问清楚 姚沐寒你快点出来 咱们菲利布爪到底何邦里面一颗真主都没有 出了这么大的私情你都不兼饿了吗 可姚沐寒依然对外面的人视若无睹 温柔的看着乃思 乃思不管这几天你遇到了什么 都已经过去了 你就安心留在荣王府 本王不会再让你有威胁 乃思依旧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姚沐寒这是哪里 这里是秋水城的荣王府 我的卧房 难道我穿越了 见乃思依然不相信 他便讲述了一下就他的经过 最终乃思认定了自己穿越的事实 首先想到的就是父母留下的商贸大厦 如今我身体在古代 现在肯定找不到我的身体 我一旦被确认死亡 商贸大厦在无合法继承人 必然会被拉出去拍卖 我要想办法回去才是 姚沐寒 你带我回出世的地方 我要寻找回去织法 姚沐寒的心情瞬间跌落谷底 乃思你留在这里不好吗 有本王在 以后再不会有人欺负你 不行 我要回去 商场不能没有我 我要回去守着商场才能 他话没讲完 身影忽然就消失在姚沐寒面前 乃思 注意看 女人掉落悬崖 被古代王爷亲自抱回了王府救治 好不容易救活的媳妇 都还没午热就再次消失不见 乃思 你去哪里了 你不要吓唬本王 姚沐寒声音不小 外面四人听得真真切切 明明就没有任何人走出来 王爷为何如此大喊大叫 许久 姚沐寒冷静下来 首先想到的是 乃思可能是回到了现代 他施展轻功 飞快地赶往两小时的院子 还在墨竹院门前 与林凡和林峰周旋的横廊和静王 忽然看到头顶出现一道白影 瞬间便消失不见 姚沐寒 你做什么去 你两位雄杖还在这里淋浴呢 姚沐寒迫不及待地冲进梁小智房间 母妃 沐寒 是不是乃思姑娘的身体熬不住了 母妃乃思突然消失了 就好像从未出现过一样 什么 你说乃思不见了 姚沐寒点了点头 来到梁小智面前 林儿 剑儿 你们去看看那扇门是否出现了 梁小智乖巧地走到 原本那扇门出现的地方开始看死 一会后 林儿对着姚沐摇摇头 舅舅 那扇门自从消失后就没有再出现过 剑儿 你也没看到吗 舅舅 真的没有 那扇门消失了 姚沐寒的心是真的要碎了 他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 穆太妃看着儿子如此失魂落魄 眼中写满了担忧 穆寒 乃思本就不是咱们这个时代的人 他突然消失 应该是回到了他的世界 也许吧 说完他便默默地离开了 回到莫竹院自己的卧房 姚沐寒躺在床上呆呆地看个天花板 嗅着乃思残存的气息 而乃思这边 他真的出现在了商场33楼 自己的房间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那场穿越只是一个幻觉吗 嗯 他拿起沙发上的手机 打算联系韩旭 结果手机却没电了 他只好先将手机充电 然后到处查看一番 在33楼走了一圈 这里和他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 可就是莫名升起一股异样感 他换了衣服 就再次出了房间 乘坐电梯去了一楼的超市 当他打开卷帘门想出去偷偷疯风的时候 忽然发现门前就像被一道屏障挡住了一般 能看到外面的场景 人却无法迈出去一步 这种情况对于乃思来说太不诡异 他只能暂时回到顶楼 这个时候他的手机也冲进了一些点 他将手机打开 通讯录里面竟然只有韩旭的信息 至于其他人的一概消失不见 他试探性多通了韩旭的电话 韩旭此时正在医院养病 韩旭整个人都浑浑噩噩噩的 独自沉溺在失去乃思的痛楚中无法自拔 于一旁响起的手机更是无动于衷 韩旭在病房外听到韩旭电话不断响铃 无奈之下打算帮忙接听 一眼下去 韩旭吓了一跳 来电显示的人名竟然是乃思 他连忙将手机送到韩旭面前 是乃思的电话 人们吃傻一样的韩旭听到乃思二字瞬间睁开双眼 爸 你说是谁的电话 韩旭又看了看手机上的名字 是乃思 韩旭只是激动那么一瞬间就再次失落 应该是那两个小孩子或者是他们舅舅的录音 怎么可能会是乃思呢 他接过电话 喂 学长是我 你还好吗 乃思 真的是你买乃思 你现在在哪里 我立刻去找你 学长 我已经获救 人现在很安全 韩旭站起身想溜走 韩旭连忙阻止 韩旭 你现在还在治疗 什么事情在电话里说也行啊 好吧 乃思 我离开的时候 救援队的人并没有寻葬你 你是如何脱险的 嗯 我总不能告诉学长 我是被一个古代王爷所救吧 学长 我是被一位路过的渔民所救 学长 你头上的伤如何了 你不用担心 没什么大碍 学长 我这里一气安好 你先安心在医院养伤 晚一些咱们再联系 好 你那边忙好了就打电话给我 就在乃思刚挂断电话后 他身边突然出现一股无形的吸力 将他整个人吸了进去 再次突现在杨沐寒房间中 场面很是干的 因为乃思正坐在杨沐寒的脸上 也是他之前消失的位置 萌宝超市会和精选短片交替更新 别再问了 你们这些不留意博主动态的假粉丝 我置顶视频看看呗 我一条视频要干两天 后面还有人问为啥不够萌宝超市的 都是假粉丝 博主心累深累 你们这样子搞我心态不好 只会拖得越久 对不起 是我更新太慢了 相信留意我动态的粉丝宝宝们都知道 博主9月8日毫无预告就进医院了 真真的躺了8天才出院 出院就中秋了 在家也没有休息 马上就去回到做动画的位置上 回来后每天都有开直播给你们看进度 即使如此 还是狠吗 还是未更新 哎 今天博主已经安排好明天早上更新一集精选短片故事了 接下来就会回到正轨上 而萌宝超市会和精选短片交替更新呢 不用担心萌宝超市会断更窝 我出院当天也发了一条置顶 真的很感谢一直支持我的宝子们 我从5月1日开始做沙雕动画至今已经快5个月了 这个过程虽然没挣多少钱 但是看到了自己的进步 也得到了很多喜爱我动画的粉丝 而现阶段博主认为身体最重要 动画也会尽我能力跟上 持续输出更多精彩内容 但现在沙雕动画收入都不高了 何况是我这种新人博主 真的是靠热爱在发电的 希望大家支持的同事不要捣乱 做一条视频多费精我就不再说了 要不是接下来要备孕 博主也会去找个班上了 所以且看起珍惜吧 多多支持吧 另外我更新的精选短片主要是双男主 双女主题材动画一定会戳中你们的爱点哦 最后对博主有什么建议和想说的话都可在评论区留言 博主会细细读完 明天见 你看 乃斯突然被一股吸力吸到了鼻子 还掉落在姚沐寒的脸上 流氓 乃斯 你到底去了哪里 怎么会突然消失 乃斯瞪了姚沐几眼 看他也不是有意的才忍住没揍他 我脑子里一直想着要回去商场 我就突然出现在我原本居住的房间里 就在乃斯给姚沐寒解释时提到了商场 他的意识竟然身名其境一般出现在了商场里 但身体还是在古代 难道我真的穿越了而且商场变成了我的空间 还有刚刚身体进入空间却无法踏出商场半步 是因为我已经穿越从此再也不是21世纪的乃斯 而是大齐国的乃斯 但为什么刚才能进入商场 而现在又不行呢 还有我的手机为何只有韩学长的联系方式 难道韩学长也穿越了 一连创名疑惑真让他一个头两个大 而一旁的姚沐寒最担心的是乃斯又再次无声无息的消失 乃斯你是否可以答应我一件事情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都可以答应你 姚沐寒深情地拉住乃斯的手 你若是再回去你那里 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一下 唉 我现在已经无法回去 只能一时进入 这是为何 难道你和灵儿杰尔他们不同 去你那里不需要通过那扇门 我根本没看到什么门 这一切完全是凭借意念 你是说 你回去你那里不需要像灵儿杰尔那样走那扇门 是的 我只需要凭借意念 只可惜 我现在只能使用意念回去我那个地方 身体已经无法进入 姚沐寒听到这句话 心里竟然不地道地高兴起来 嘿嘿 乃斯 以后你就安心留在这里 我保证不会有任何人来伤害你 好 以后可能要叨扰你了 怎么会是叨扰呢 母妃和灵儿杰尔他们都很喜欢你 你留在这里他们会很开心 现在这商场成了我的空间 我还可以在里面取粮出来 百姓们的吃食问题 暂时还不用担心 商场里面的粮食 迟早会有吃光的一天 还有如果现代官方认定我已经死亡 这商场早晚会充公 到时候商场还是不是我的空间 就不得而知了 唉 想到这里 乃斯意念就进入了空间查看 尝试用意念和含蓄通话 但结果是无法拨打电话 姚沐寒看着乃斯失落的样子 这里是我的卧房 你就暂时留在此处休息 我就住在隔壁房间 有什么事情喊我一声即可 姚沐寒根本不舍得离开 可为了乃斯的名声 只能强迫自己先离开 你是不是饿了 我这就命人去煮些粥和小菜给你吃 乃斯知道现在已经是半夜 麻烦别人去为自己做饭 于心不忍 还是别麻烦了 我去商场的超市里 拿一些素食简单吃一些即可 他话音刚落 整个人又再次消失在姚沐寒面前 怎么这回又可以了 空间也讲心情嘛 不行我得抓紧时间联系韩学长一次 他看了看时间 现在是零点五分 就发现上面有十几个未接来电 都是韩续打来的 正当他准备回拨回去 韩续的电话又来了 学长 乃斯你去哪里了 刚刚打了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 这让我怎么回答 我刚刚有些累了 手机放静音睡着了 韩续之所以着急找乃斯 是因为办案的民警来医院找他做笔录 韩续说乃斯还活着 即使有恒复作证 民警依旧怀疑 而且民警打给乃斯手机是关机的状态 乃斯办案的民警在我这里 他们不相信你还活着 现在你来和民警讲话 电话那边传来民警的声音 你真的是乃斯吗 我这里会全程录音 讲话以前一定要想好了 若是这种情况下说谎是要承担法律责任 我就是乃斯 这怎么会是假的 既然你说你是乃斯 请立即来试医院一趟 我没有问题需要问你 注意看 女孩身穿古代 却能随时用意念穿回自家商场 但怎么也无法踏出商场半步 既然你说你是乃斯 请立即来试医院一趟 我没有问题需要问你 我现在不方便出门 只能电话里配合调查 你这样 我们无法确认你的身份 我们可以视频通话 韩旭自然是能听到了民警和乃斯的对话 乃斯不来医院当面做笔录 一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警官大哥 乃斯一个小姑娘遇到这样的事情 一定是吓坏了 不愿意出门也情有可原 视频通话同样可以看到她的脸 完全可以确定其身份 既然如此 也只能这样了 若不是上头说王军父子一案情节特别严重 必须限期节啊 我是绝不会破坏规矩的 视频通话大概花了二十分钟 之后才有和韩旭讲话的机会 乃斯伤害你的那一家人已经全部被警察逮捕 那个王军 他身上吃了两颗花生米 即便不被判死刑 后半身在于中医很难熬 还有他两个儿子也没好到哪里去 我亲眼看到他们被抬出去了 总之你放心 案情进展我会帮你盯着的 对对对 这种人渣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 现在好了 坏人自有恶报 我也证明了还活在世上 即便以后永远留在大气国回不来 商场也不会被冲攻了 学长 这次的事情真的要谢谢你 若不是因为我 你也不会受伤 只是我现在还有些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 不能去医院探望你了 抱歉 乃斯不需要感到抱歉 这都是我心甘情愿为你做的 还有你有事请你继续忙 但前提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嗯 挂断电话乃斯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零点三十五分 乃斯正准备去拿血吃食 那股无形的吸力再次将他吸了进去 再次测现在姚沐寒房间 依旧是他离开时的位置 看到姚沐寒紧张地盯着自己 乃斯很是愧疚 他刚答应别人不要玩消失就失言了 对不起姚沐寒 刚刚我不是故意要消失的 没有关系 只要你不是永远消失就好 另外我发现一件事 就是你两次突然消失 时间几乎一致 都是两刻 这说明了什么 那就是说我进入商场的时间只有半小时 而且应该是每天只有一次机会 就在这时二人的肚子就约架似的 乃斯只好通过意念 直接在超市取了几桶泡面和火腿肠出来 乃斯 这些是何物 这是泡面 打开盖子倒入开水 很快就可以食用 那我这就命人去烧些开水送过来 来人 去烧些开水送过来 好的 王爷 赵萌萌这个时间都没有睡 是因为他担心自家主子第一次开婚没有什么经验 才一直守着 等主子什么时候完事 好过来伺候 王爷 要不要老奴进去伺候那位姑娘清洗 不必了 时候不早 嬷嬷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 王爷 这种事情还是老奴懂得多一些 一定能将姑娘伺候好的 赵嬷嬷今天说话怎么怪怪的 总觉得哪不对劲 嬷嬷 时候不早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既然如此 老奴就告退了 主子对这姑娘真好 连事后清洗的事情都要亲理亲为 杨沐寒回到房间里 就被奶丝拉着坐在椅子上 让我看看你的脚 商场里面有治疗外伤的药物 我帮你涂一些 很快 奶丝就从商场中拿出了一堆大小不一的方盒子 这些是我们那里的药品 治疗外伤应该会比中草药效果好 你说这东西是药 是的 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常用的药物 让我看看你脚 还需不需要处理 让一个姑娘家给自己上药 作为一个古代人 姚沐寒还是有些放不开 还是不用了 天亮以后我韩府一过来帮忙看一看 你的脚伤不会是还没处理过吧 不行吧 伤口不能不处理 这样很容易感染的 奶丝也不管姚沐寒是否听懂她的话 你忍着点 可能会很痛 奶丝小心翼翼的用点复绵球帮她踏实伤口 姚沐寒紧紧咬着牙关 额头已经见汗 但还是极力隐忍着 很快就好了 你坚持一下哦 无碍 你不要担心 我没有什么事的 这点小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一看 古代王爷当众吃抗生素 震惊了在场的穿越者 谢谢你奶丝 为什么要谢我 该死我谢谢救了我才是 因为被你照顾的感觉 让我很安心 哇哦不错呀 看着姚沐寒的笑容 奶丝的心跳自觉的加快 她在陌生的大起国 谁也不认识 但待在姚沐寒身边也觉得很安心 二人之间气氛变得格外温馨暧 正当姚沐寒想更进一步时 王爷您要的水烧好了 嗯送进来吧 而在内室进来的瞬间 奶丝立即把桌上的药品全部收回了空间 以免引起麻烦 奶丝将开水倒入泡面桶中 姚沐寒有样学样 这样就可以了吗 是的 等上一会儿就可以吃了 这东西还不错 食用方便 味道也可以 说 距离天亮还有些时间 你再休息一会儿吧 我去隔壁客房休息 好 那你也快些休息 姚沐寒离开房间后 奶丝躺在床上休息 可并没有睡意 我现在穿越到这里 商场里面的物资有限 恐怕维持不了多久就得见底了 而且我除了韩学长 根本无法与其他人取得联系 食物见底秋水城的百姓要怎么办 最终奶丝怀着忐忑的心情睡了不去 姐姐 你醒了 姐姐 你的身体好些没 奶丝啊 睡得好吗 身体还有没有不舒服 乌太妃 谢谢您的关心 我已经无待爱了 奶丝啊 我已经听怒寒说了 不管你遇到了什么事情 以后就安心留在荣王府和我们一起生活 哀家一点会将你当作亲生女儿一般看待 嗯 王爷 嗯 恒王和晋王已经在一室听 然后您多事 您看 本王现在就去见他们 五弟 你为了个姑娘竟然量着两位熊杖一夜 五弟 咱们昨日费力捕抓的千年盒棒里面竟然没有珍珠 既然如此 两位皇兄做何打算 那么要是又打算 何必要一夜不睡瞪着你来赏套堆策 三弟 你不要着急吗 现在五弟来了 咱们兄弟坐在一起慢慢上楼 我依然是那句话 我没有粮食送去京城 五弟 咱们兄弟如今可是被拴在一根绳子上的麻痹 如果京城那边真的因为此事怪罪下了 咱们兄弟谁都跑不了 抱歉两位兄长 我无能为力了 五弟 外面的大鱼眼下看也没有停歇的意思 我和三弟打算暂时留在你这里 等于停了在里面 好 二位兄长好生歇下 我这就命人送些早点回去 王爷 大门外有人吵着要见你 姚沐寒来到大门外见到斯超强 突进二人时就看到他们手中提着的那只鞋子 你怎知这鞋子的主人在荣王府 你们今日来王府 就是为了送鞋子吗 草民夫妻想见一见这鞋子的主人 为何 因为草民觉得和这鞋子的主人兴许有些渊源 什么渊源 仔细说说 这个嘛 王爷 这是那位姑娘让奴才给您送来的呀 那位姑娘说您的伤口严重 必须按时服用 姚沐寒拿起一颗抗生素送入了口中 却惊呆了站在一旁的夫妻二人 老公 证明明是抗生素 古代不可能有这东西 难道这里除了咱们夫妻 还有其他穿越人士 夫妻二人的对话自然瞒不过一个练武之人 姚沐寒听得真切 你们暂且都出去 没有我的命令 不准任何人靠近这里办 夫妻二人不明所以 直到所有内侍离开 刚刚本王服下的药物 你们认的 回答本王的问题 草民并不认识王爷吃的药物 大胆 你们竟然敷衍本王 草民斗胆问王爷一句 您刚刚吃的药和这鞋子的主人可有什么关系 横竖都是死 死之前怎么都得问清楚 有关系如何 没关系又如何 什么 老板 你不想听到吗 你不想听到吗 你们看 你不想听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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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